大家好 谢谢大家来到关亚迪 《乌爱悉尼玛》 我们这一系列的线下的 播客家电影的活动 今天这场尤为特殊 但是也算是第二次 好像是不看片 直接应后 直接了 上一次是繁花 也是繁花聚集 对啊 因为奈飞版的这三体 它有八集 一集一小时 八个小时 你也没法在电影院里放 关键是 而且你还签翻版权 没有版权 哪怕像繁花 因为责东公司 那都跟责东公司要打交道 后来都放弃了 我分别在这里 曾经跟李爽 在上海跟程亮导演 我们聊过聚集应后 就直接上来就聊 跟今天一样 感谢北京今天下起了晚上的小雨 还是现场来了20多位的朋友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今天就话不多说 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两位重要的现场 这次活动的嘉宾 一位是多年 两位都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 张乔北导演 编剧 影评人 跟他拿个招 然后 这今天很重要 严鹏 电子七十老师 好像咱俩做节目很少 很少 对 咱俩以前都是工作脚 对 对 对 我们今天这个由头 没有别的 网非Netflix 然后3月21号上线 咱们仨应该3月22号都看完了 理论上当天就看完了 对 我是当天 他上线之后 我是当天熬夜 然后我第二天 上两集第二天 是吧 那么在24小时之内 我们仨都看完了 其实有很多话想讲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仨也都很好奇 今天至少在座的 应该在这个时候来到现场 一定也有话 想听我们讲 自己也想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所以大概今天的活动流程 其实也就上下两部分 上半部分也希望大家踊跃的参与 举手拿着话筒 然后把你的想法交流 录到我们的录音机里面 然后下半部分 就是大家基本上是畅作语言了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一嘴 是吧 七嘴八舌的就聊起来 好吧 那要不请那个 大概从时间线上 是不是严鹏老师 能不能先把这个项目的原始 这个时间线 这个项目 就是网飞版的这个项目的时间轴 大概按你参与也好 或者你比我们俩应该知道的更清楚 把这条时间轴先给大家捋一捋 到底这个项目怎么走到这一步了 好吧 行 我就大概的说一下 因为也不是全程参与 因为它是一个对海外的这块的 对 所以我只是也是一个大概的了解 其实很早 就是这个游族拿到三体的永久版权 从张安藩那 对吧 然后呢 当时我还是那个电影版的那个责编 那是哪一年 那是哪一年 178年应该是 对 18年吧 应该主要是18年 明白了 就是当时呢 是张安藩那个版的 其实需要比较大的调整 这个大家都都能理解 那甚至要补拍这个呢 那一半还是个电影剧吧 对对 然后就是做了很多工作 要补拍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同时 应该说在178年 就已经在跟海外的这些 在联系了 这个版权呢 所以这个很早 然后我告诉大家 几乎可以说 海外的这些 好莱坞的 肯定都是 主要就是好莱坞的 这大导演 或者大的这些 比如平台 这些制片公司 基本上都接触过了 包括大家提的 什么诺兰啊 但是可能 这个牛蛙可能当时没有太那个 他当时还不在 对 他可能还不在 就是一线的这种的这个 但是一线的大导演 做过科幻片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当时也没管的是 什么五大六大了 就是这个电影公司 包括当时的几个平台 HBO啊 然后这个就是奈飞啊 这些 基本上就全接触过 这个一轮了 也就是说都给他们这个推荐过 那是谈的是剧集和电影一起谈 就是可能不一样 因为你看有的导演 他就肯定还就只做电影 对 那有的平台呢 你比如你要跟 HBO什么 对 HBO奈飞的 那剧集的可能性肯定是更大的 对吧 HBO他做一个电影 对他意义没什么 对 所以就是肯定是各自都不一样 所以就当时没有确定说 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这种形式 就得看谁对这个感兴趣 感兴趣的其实不少 但是呢 有各种原因 有的 大家想想这种顶级的导演 对吧 手头都不缺项目 每个人恨们的都 恨们的一二十个都有可能 关键的大项目 可能都有三五个在收敌 对吧 一个是时间 人家有没有这几年 补充一下 那时候三体拿奖是哪一年 15年 对 那个应该已经拿了 拿奖之后 两三年的时间里 对 就是跑一圈 然后呢 时间是一个 还有的人也确实在考虑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他 他有没有把握能把这个东西给接下来 也不是说 就就他得看这个东西 包括对他适不适合风格啊 等等等等的 所以呢这个其实是都都接触过 感兴趣的其实也不少 但是呢就是真正谈诚 据我所知 就是除了奈飞可能还有一家 那个我就不太确定啊 就是说也可能是六大里头的电影公司的 就是在有比较明确的竞争的意向 就真的出价了 出了这个offer了 然后可能一系列的这种条件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要拍的 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东西 你想想不光是说一个钱的问题 对吧 你的资源的配置啊等等等等 你要找什么人 对吧 你的甚至演员啊等等这些的都那个什么 其实我提醒大家一下 就大家现在看的这个奈飞版的主要注意到了这个2DB 对 其实还有一个人很重要 莱恩约翰逊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莱恩约翰逊一直在这个的 执行制片的这个这个里头 对 莱恩约翰逊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叫他那他那片子叫叫什么来着 什么就是那个破案的那个 True Detection 真爱如雪 不是不是不是 他那个电影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抽丝剥剪 就那个 第一部 莱恩约翰逊那个 我嘴巴我说 就那个剥粮葱那个 对对对对 电影 对电影 就是莱恩约翰逊其实是对这个也很感兴趣的 然后包括就是裴承华 在这里头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对他都对这个就是跟奈飞去建议 然后直接就是给到2DB 然后2DB去看了这个这个援助 也就是说他虽然是递给奈飞 但是呢他得奈飞得是得有一个团队 得有一个负责人 他得确定他想要的东西 奈飞也才敢就是出钱才来接手 他不是说我先买下来 我再找人 他也不能这样来来做 所以挺复杂的 包括中间好像说 什么什么签约啊 什么的 就是这个 烙听是哪一年 烙听基本上应该是19年 OK 对 就是所以他制作的时间 其实没有特别长 应该说 前期开发的时间比较长 前期 烙听之后 对对 前期的就是你看我们 其实这两年才知道他拍啊 然后什么做后期啊 等等的这个的 就是消息其实前面都没有怎么太多去说 太多去宣传 这是在他们拍2DB拍完最后一季权力的游戏 对 之前是不是就已经确定 其实就是肯定是接触过 但我不知道他们定没定 之后 之后 因为之后2DB拍完这个权力游戏之后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就是星球大战的聚集要找过 对啊 然后他们当时在那个项目上就是犹豫过 然后后来是在星战和三体之间 然后他们最后选择了三体 嗯 那肯定是20年以后的事啊 对对 20年以后的事 对对对 那个你像这个三体的剧集的剧本开发 嗯 就是怎么着也得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对 然后制作呢 因为正好是在疫情期间嘛 我印象里面制作是在20年的下半年 20年 他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才做完 嗯 然后就他拍摄吧 然后那个后面还有那个后期制作等等 这一系列 就是从目前看到的这这版 这个Netflix这版三体来说的话 他这个后期制作 稍稍的有点赶 能看出赶的痕迹 对对对 包括就是可能疫情的影响 对吧 还是还是有的 还是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 就是游足其实为了推这个项目 还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的 就是 我在那会儿 他曾经做了一个三体的一个解析的一个册子 这个册子大概有这么厚 嗯 就是把里头整个的全都拆散了 就是啊 人物事件什么名词什么什么什么 就非常非常的细 你说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后来三体宇宙出那版 那个三体世界观设定啊 对对对 有这本书啊 这本书就是这么厚 但是不会不会没有没有公开发售 只是那个发售的那就不是那个版了 哦 就是简化版 简化版 肯定是简化版 但那个你那版是不是也要翻译成英文了 最后肯定是 肯定全都翻译成英文 前期很庞大的一个筹备工作 对对对 国际化改变这个还相当重要 是是是 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看 不是说奈飞他主动挑了你这个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一个双方的这种就是互相的这种这个选择 另外我插一句啊 就是奈飞后来就是把这个交易敲定这件事啊 我认为跟这个三体的英文版的出版也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看到的我查到的数据里面说是那个三体的海外 海外版销售大概可能是1000万册左右 然后英文版呢是卖了那个600万册 但是其中的有300万册是在美国完成的销售 所以说就是这个 这个很吓人啊 对这个书籍的这个热销肯定 我相信对这个事也是有推动作用的 他当晚登上过那个长阳书榜 对他在纽约那个时报参照书排行榜是上过的 所以到最后呢最后的时间线 等于我们现在他是24年3月21号终于开播 等于他拍摄周期是在23年左右 应该很快吧 拍摄 拍摄那个22年 21年22年 可能21年22年 那么早是吧 明白了 因为他们拍的时候正好是在疫情期间 他们拍摄这次大家看到了 就是在经过是应该英国 什么苏格兰什么就类似这种地方 主要就是在英国拍的 对主要应该在英国 这个是目前这个项目的这个时间轴 小北要不站到咱俩的角度 你来拉一个更长的时间线 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三体 这个整体的项目上 跟咱俩的个人的远远 这个是不是就拉的更远了 对这个更远了 拉到从球场闪电开始 球场闪电就不讲了 那个三体 就是我们跟大刘 因为认识很早 就是三体在出版的过程中 其实是那个三体三 那个死神永生吧 没出版之前咱们就看了 二黑暗森林 是黑暗森林是吧 对对对 因为最早是什么 我记得是那个死神永生吧 肯定是黑暗森林 是吧 我因为是这样 我们俩刚才为什么说要到 球场闪电呢 因为我当时跟小北一起 我们跟大刘花了五万块钱 买了球场闪电两年的改变权 后来呢 我们在为什么买这个改变权 其实是因为在之前那个时候 三体一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了之后 我们当时想 我们就觉得自己可能拍不了三体一 我们也没这个能力 对 然后呢 但是在跟大刘很友好的交流过程当中 大刘也非常友好的信任我们俩 其实是用Gmail 他把黑暗森林的电子稿 他都没有完全没有出版的时候 原始稿发给了我 我就只发给了张小北 所以说理论上 我跟张小北应该是黑暗森林最早的两个读者 我解释一下 你们没有发给我 你是把打印稿给我的 你看我都不记得了 然后我拿着打印稿 然后一晚上没睡觉 对一晚上一口就看完了 然后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吗 离那本书正是出版 还有半年多的时间 我看完了之后 不能跟谁说 没法跟人聊 对 我当时就只能把自己这个书的故事 从脑子里抹去 我才能克制出这个冲动 因为当时他给我发是电子版 Gmail那次我还查了 查那个邮件事还在 当时我跟亚迪 因为时间很久了 我也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我们当时是商量过的 然后也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认为就是说 当时说看完三体之后 我说十年之内 咱们中国电影是拍不了这样的片子的 我说既然咱们拍不了 我说咱们也别耽误人家 也别耽误大流了 我说咱们就别打这个版权的想法 我们俩当时是 如果花5万或者10万块钱 我们俩是可以买三体的改编权 这个不是说在夸口 我们当时的确是 我们是主动选择买了球场闪电 所以这就是真正的损失了一个亿 这是真正的 好吧 这是我觉得 我是赚不了那种一个亿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 对我也不这么认为 就算当时 因为我觉得杨迪在当时作为制片人 他在这块还是很规矩的 就比方说你看我们买 球场闪电 再往前早一点 最早的时候是中国泰 最早是中国泰 然后当时我们跟大流商量的很好 就是说就是规规矩矩的 然后两年时间 然后到7了 我们就老老实把板权还给人家 然后求闪也是 但是解释一下 其实如果在好莱坞那边 其实就是等于是option 对 其实不是真正的版权费 所以大家要想 不是觉得那会板权费那么便宜 实际上他就买了一个 其实当时就叫板权费 不是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严鹏老师说的这个option是什么 就是在好莱坞的这套版权体系里面 这个option叫锁定期 就比如说我给作家一笔钱 然后锁定一个时期 然后这个时期我们就是开发了以后 然后到时候等投资搞定了后 再给作家一笔钱 但是当时当年 就是中国科幻那会儿真的比较冷门 刚才我还跟朋友们开玩笑 说我们那会儿是 中国科幻迷是属于叫又老又穷 又小众的这么一个范围 然后那会儿真的就是五万块钱 是拿了版权 这个版权是完整版权的 是的 然后还得解释一下 当时为什么哪来这五万块钱 当时我们跟亚迪 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项目 在韩国那边拿了一个奖 拿这个奖金买的 是的 当时是在我大学同学的一个公司里面 我们以那个公司的名义 去韩国富川奇幻电影节 做了一个项目 拿了个一等奖 号称是1000万韩币的奖金 反正最后等价余 我们就换了这么一个版权 没有是这样 我解释一下 就当时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奖是1万美元 1万美元 对 然后折韩币是1000万韩币 还有税呢 然后呢 那个我们回来之后呢 然后他这笔钱打过来 不得 前天后可能花了点时间吧 然后 汇率变动 对 汇率变动了 本来当时那1万美元 那折人币是8万多 后来因为那个汇率变动了 然后里外里呢 就最后到手就变成5万多了 2008年到10年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不是说轻易就放弃了三体 这个过程 我跟小北是交流了非常多 那个时候给大刘 那时候家里还是坐机 给大刘家里面打电话 经常是他 他女儿那时候还很小 然后经常是他女儿 叫他爸来接电话 那时候跟大刘熟的时候 一晚上通电话就两三个小时 就是大家在探讨这个可能性 不是在闲聊天 所以探讨到所有的可能 我跟小北我们聊的也非常多 我觉得 我那时候也年轻其盛 再怎么狂想 我们还是按着 正常的我们的能力边界去做 所以我们选择了 球状闪电 但是我们俩合作的野心 也是希望做一个国际化的制作 所以我们把球状闪电 当时推到了 Fox International 当时的一把手叫Sanfer 然后我们是 我去了好莱坞 当时找了一个 新加坡裔的英语导演 然后预算是1500万美金 我们锁定了500万美金 然后去希望做一个国际化的制作 而且那时候的球状闪电 小北写的故事大纲 后来小北也成为这个项目的 后来的编剧之一 但那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全部翻译成英文 所以我们当时这个思路还是觉得 球状闪电 是我们那个时候觉得是可以做的 结果到现在 三体做出来了 球状闪电都还没播 大概是那么个情况 所以说小北是 今年有可能播 有可能 有可能 球状闪电 太难了吧 球状闪电这个项目的版权 现在据我所知 应该是在一同制作那边 对 然后球状闪电的网剧 应该是已经拍摄完成 然后制作可能也快完了 应该是今年能上线 对 所以我跟小北是跟大刘 十几年前的合作 其实的确是在张帆帆之前 但是我觉得后面是我们不做多评价了 因为这个事被说了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最新的动态 所以大概这第一趴就是跟三体有关的历史 感觉像地球往事一样 三体往事这一趴可以过了 终于大家看到了 然后我们要补充一下腾讯版本上线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对 正好一年了 然后大家都30级的 据说他最近刚刚给大家补充一下 有没有关注到 他重新制作了一版 26级 那个还没来及看 重新 现在压缩了是吧 对 就变成 他是这样的 他重新剪辑了 然后变成了26级 然后重新调色 然后重新做了声音 听说把一些特别拖辣的戏直接全拿掉了 因为当去年 那个腾讯版三体剧集播出的时候 坦率的说是有点赶时间的 就是大家现在回想起下 就去年 那个就上线播出那版 那个腾讯版的三体 大家仔细回想一下 其实里面的很多声音啊 是严格说来是没有做完的 尤其因为就是甚至都能听得出来 那个声音的剪辑接口 就是很明显是属于那种 就是比方说 那个审查过程中 有些台词改词了 但是因为演员各种各样原因 没有办法重新找回来 然后演员是用手机录完的声音寄回来 然后再加回去了 那个有些台词就是前后啊 就你能都能听出来是有跳跃点 说现在这个电视剧啊 特别逗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点拨盒子 所以说它经常会动不动 再做一版更新一下 繁华也是嘛 HDR版本 这个就是在线 在线的优势 流媒体的优势嘛 就是可以随时更新最新版本嘛 现在我们都有那个家里面 我还刚换了新的机顶盒 基本上也都可以全程 把一些重要的卫视频道可以回放 但它那个回放 它不会是随时像视频网站这样 随时可以更新 所以大家听完今天的这个活动 回去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新的版本啊 就是腾讯版本的 也可以没准再拿出来看一看啊 因为我看这个小岛秀夫的吐槽 就是说你要是没看过原著 你就看Netflix这一版 如果你看过原著 你就应该直接去出门左转 去腾讯那一版看一看 但是我觉得那个小岛秀夫的这个反应啊 就是特别有意思 因为从我来说 我为什么就是这么关注 咱们那个中国观众 对于那个网飞版的这个三体的这个反馈呢 是因为就是三体是中国科幻这个IP 唯一一个就是能够走向海外 就是能够出海的这么一个中国科幻IP 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未来五年之内 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 可能也只有三体这一个孤立 所以说我就非常好奇 咱们中国观众就是怎么样去看待 就是说用西方的视角去重新解构这个故事 我很好奇 就是咱们中国观众的一个反应 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这个这个例子里面 就是 就是我我这这段时间 我广泛的收集了一些这个观众反馈 包括海外观众的反馈 其实我发现一个共性啊 就是咱们其实严格说来不分这个东西方 而是分成两类 就是只要是只要是看过原著的科幻迷 普遍的不太喜欢那个就是Netflix这版的三体 而没有看过原著的这个观众呢 就觉得 都挺爽 网费版这还可以做的还不错 就是这个这一点呢 其实在中国观众的这个这边呢 也是可以怎么来区分的 只不过是说 因为三体在中国是畅销书 三体在中国大概 三体在国内大概卖了正版 正版就卖了三千万册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在国内的这个就是三体的观众和这个科幻迷和三体的这个书粉 这三者是高度重合的 所以说呢 就是可能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观众的反馈呢 普遍的不太喜欢网费版的三体 但实际上这个反应 我认为它不是说东西方或者说中国和国外的差别 而是说是科幻迷和非科幻迷的差别 或者说看过这本书和没看过这本书的差别 在那些国外的读者 如果能看到三体这种小说的话 那他一定是科幻迷 在中国 铁杆科幻迷 在中国这是因为它大众文化了 所以说有些不是科幻迷 他也看过三体 所以说你可以注意到刚才我在描述的时候 我把这个三体书 三体的那个就是三体这个原著粉和这个科幻迷 我是给单独表述的 对 因为那个 在中国还是不太一样 就是咱们作为科幻迷来说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描述 就是说这么一大圈 这么一大圈 这是叫三体粉丝 然后科幻迷在这 我跟你说缺了一个圈 因为你不是三体 不是现在网飞板不就三个圆圈吗 对 就是最大那圈是三体迷 然后科幻里头小圈的 对 科幻里头是个很小的小圈 就在边 怎么样 说说网飞板 刚才就说我们今天谈论的所有东西 大家就多一个维度 就是以书迷还是非书迷 这个划分比东西方的划分 其实还要重要 对 因为我不太喜欢现在网上的这种讨论 说把这个 就是咱们中国观众 对于这个三体的援助的看法 就是跟西方观众的这种看法 就是给对立起来 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而且也是不对的 我认为更多的 其实是这个核心 就是很多观后 就是观后感的差异 我觉得很多的核心 其实是在科幻迷和非科幻迷的这个差异 而不是在东西方的差异上 或者这么说 它唯一我觉得可以类比 我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有点像 你看过哈利波特原著 或者说没看过 因为哈利波特也是全世界 各个国家几乎都看了 它有一个哈利波特的书迷 和当然电影非常非常成功 所以它跟它的电影迷 它的重合度比较高 或者我觉得有一个 另一个更好的比喻 哪个例子 《红楼梦》 《红楼梦》的大家也知道 因为我也是算红迷 《红楼梦》的铁粉 跟三体那种铁粉感觉就差不多 对这个也都非常熟 你随便的动 是不行的 而且是讲 你是哪个版本 你是假虚版 还是那什么 你一上来就高额 你就成疑本 这不行 你这就是摩改 邪门外道 这就是 对吧 其实咱们中国文化里面 是《红楼梦》 然后在西方文化里面 就是哈利波特 然后其实你看 刚才你听到哈利波特 我正好是个反例 我没有看过 哈利波特的原著 但是每一部电影 我都看了 所以说对于我这样的 普通观众来说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有些地方说的还行 然后有些地方觉得说 这什么 然后我这个反应 是一个正常的 不了解原著 电影的反应 电影观众 或者影迷 有些地方就会觉得太快 或者影迷的反应 对 然后我相信 可能很多 尤其是国外的 国外的这些 网飞版的三体聚集的观众 他们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看过原著的话 那么网飞版这个三体 其实做的是 我认为还是不错的 就是节奏快 制作好 然后其实该给的 信息量都给到了 它有点像什么 它有点像是2DB 来中国旅游 然后见着大刘了 两人聊得很开心 听大刘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 然后他回去以后 说我们把这个故事 再讲给别人听 然后他就把这个故事 整个的完全的消化掉 之后用他们的方式 把这个故事又给西方观众 尤其是英语市场的观众 又重新讲了一遍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 肯定是做了非常多的 就是本土化的改造 然后尤其是包括 牛津五人组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处理 他是把其实原著里面的 很多角色 全部都打碎了之后 然后重新在 重组了这五个人 重新再重组这个五人 他重组这五个人的时候 他必然要根据 现在当下的 这个就是西方市场 尤其是他们的 就是奈飞的聚集市场的 观众诉求 和现在的西方的 这个流行化特点 他必然的要做一些 本土化改造 所以说大家会看到 里面有一些角色 做了性转 然后有些角色 在这个演员的 这个种族平衡上 也刻意的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包括有些角色的处理 什么的 就是都不能看出来 这是现在的西方主流文化里面 那是一个痕迹 就是第一个误解 就是不要把它简单的理解成 牛津五人组 就是汪淼一切五分 他肯定不是这样 他这五个人 大概身上承载了 原小说三部曲里面 十几个人物的 角色和功能 而且互相的捏合 都放到这五个人身上 对 应该是这么个逻辑 就我举个例子 这个我看到网上有说 说那个 就是比较早就梗了的 那个小胖 对吧 全有小胖 然后有人说 杰克罗尼 杰瑞珊 对吧 但是大家想想 他给汪淼这个钱 这是谁啊 这是胡文 对 那是他的发小 这是三体里的胡文 云天明的发小 大学同学 他给了他一个 什么清草饮料的点子 最后给他这钱 对不对 在原著 我插一句 就是给你补充点背景信息 就是在原著里面 胡文这个角色 一共就出场了半页纸 然后呢 他唯一的那个戏剧功能人物 是给云天明 送了两百万人币 然后这两百万人币呢 让云天明买了个行李送给成兴 就是这是胡文 在这个原著里面 所有的功能 就这么点 对 他不是先负解 他是这样的 他是那个 他受到了 他原来那个胡文 在原著里面 写的非常明确 他是那个航空发动机专业的 然后呢 但是他不喜欢这个专业 后来受到了云天明的影响 启发吧 开发了一款叫做绿色风暴的 那个就是功能性饮料 然后靠这个 就是挣了钱 发了财 然后当他得知 云天明得了病之后呢 然后给了他 给了他两百万人币 然后意思说 说这是我欠你的 在我们进入了那么细节的探讨之前 我一定要跟大家再补充一个制片的视角 就是咱们要看到今天讨论的这一版 Netflix版本 我们首先想一想 这个是在哪里播 它是播给谁看 咱们就很多事能够心平气和的去探讨一下 第一 Netflix是一个流媒体平台 它是一个全球市场 目前第一大的流媒体平台 but不包含中国大陆地区 也就是说人家自己投资 请2DB来做了那么一部剧 它主要是说英语 也面向主要 当然它各个地区 大家看了片尾 有各个国家的配音 它可能会不同的配音的版本 但都是在Netflix上播出的 它的目标受众 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最大化的人群 这是第一点 就是它并不是把中国大陆观众 其实作为他们的直接目标观众 第二点就是Netflix这个平台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粗暴的对比 对应HBO 我一听这是Netflix出品 那对这个剧集的整体的水准 我就不敢太高期待了 我就从来不相信 它的商业模式决定了 我不相信它能做出精品 它就是量大观伴 对它就是量给够 这个量指的不是说这一部剧集 这部剧怎么应该拍个16集 怎么就拍8集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说Netflix 他们在Netflix剧集 其实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的预制菜 就是快捷卫生量大管宝 但请了个五星级 就是看起来也是色香味俱全 但是其实你要真细究的话 它是第一味道不能细究 第二对咱们中国人来说 这特别简单 这菜没有锅气 所以这个2DB虽然是名气再大 但是它服务于不是全游的HBO 当服务于Netflix的时候 第一它的商业模式 我猜大概他们也逃不出 Netflix所有的项目 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他们是固定回报的 这是横行了很多年了 也就是说大家不是那种超大回报 就是超大的风险超大回报 没有 他们就拿一个固定的制作费 所以基本上大家2DB 可能拿的制作费高高的 但是它也是个固定的数字 你后面拨个多少亿次 跟他们没关系 不会有分红的check给到你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是赶工赶紧拍完 所以我看Netflix 所有的电影电视剧的项目 都是有一种 大家着急打卡 饭盒饭吃完了下班的感觉 所以这个我也就插一句 就是雅迪说的这个的 这个恰恰就是现在好莱坞 比如说电影业和Netflix 这样的流媒体平台 非常巨大的一个 就是矛盾冲突的原因 就是因为电影业原来是这样 就是说它的模式是 你做的非常好 你分红能得到很多 你就是很牛 对吧 你做的越好 然后给你钱的越多 比如说像阿汤哥这样的 他就值那个三四千 咱们现在有个现成例子 诺兰在奥东海默里面 统共的就是收入 大概是一亿美元左右 对 但分红那就 但是奈飞 其实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没有哪个团队 完全靠给奈飞打工 对 报复的 没有这样的 哪怕是他的演员 你看是电影 那个里头 一线的演员 到奈飞那 他也不可能 因为你可以看现在的 就是你搜他们的 就是年收入里头 你就会发现他们基本上 都不会因为奈飞在那 演了个什么片 或者演了个什么剧 然后特别的 有一个例子 就是去年的 好莱坞收入榜里面 杰森斯坦森 就是郭达 杰森斯坦森是排第四位 为什么他能排第四位呢 哥们是劳模 一年拍了四部 全是这种网飞 大数据的大动作片 所以对网飞 内部横向比较 这一部的三体剧集 我觉得对他也就是 我都不能说最顶尖的制作 B是肯定OK的 B加到A减之间 但是如果你放到 全球的剧集当中 我真觉得他就是一个 B级类的整体的品质的剧 其实比他制作的 我觉得良心的 在制作感上各方面 还有很多更好的 你看 就是这个 你刚才提到这个 正好回答你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那个网飞版的三体 那个第一季只有八级 但是这八级讲故事特别感 一口气就是讲了 那个讲到一本半了 就讲到那个黑暗森中断了 而且把第三本 那个云天明和成因的戏 也都讲 也都铺垫 该铺垫都铺垫完了 就是这个 跟他们这个 就是美剧的这种续定 续定模式有关系 对 就是我用现在的这点钱 我用现在这点钱 我算好 能讲到哪呢 能讲到把这个 就是送云天明大脑走 能讲到这 然后能讲到那个逻辑 成为面壁者 然后能讲到这 好 都是钩子 都是钩子 到这为止呢 其实是不太花钱的地方 然后再往后讲 那就真的 那就真的少花钱了 所以说他现在是什么呢 我用现在这点钱 先把这故事第一季 先铺垫完 对 然后后来呢 后面呢 就是如果正常情况下 可能还有第二季 第三季 如果反应很好 比如像那怪奇物语那样 可能还会有 可能还会有第四季 一般的奶飞剧 就是三季 最多 都是三季到头 所以说他们现在的策略 就是2DP现在的策略 就是说 我用现在的这点钱 把故事精神 能够往前讲 能讲到哪 讲到哪 然后呢 把那一卡 后面真正要花钱的 是什么呢 就看这一季的数据 这一季数据要真的不错的话 2DP就可以跟那个Netflix 就可以聊了 说你得加钱 加了钱 站在后面 我猜猜就他目前这个节奏 之前我不知道是 从哪说的说法 听到过他们那么一嘴 他们是打算用两季 把前两本全拍完 然后第三季单独 可能还不止一季去拍 两季三季去拍 因为第三季太虚了 他们要生加很多新的内容 所以第三本 死神永生 对他们来说 是慢慢拓展着 但是第一本和第二本 都特别实 那么他现在就八季 捅出去一本半去 但是黑眼森林 大家知道很厚 所以我猜第二季 应该不只是八季 我是期待他拍十二季 甚至更长 把他所有的都圆回来 再带着一点 第三季的钩子 再往后去拍 看他能不能做到内部了 但是咱们从编剧角度来说 第一季的话 现在2TV他们采用的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太快了 其实是给第二季带来了很多隐患 因为他们采用的是这种续定模式 你得第一季 数据好看了 才能有第二季 那么导致他们现在在做故事改编上 稍微的有点顾头不顾尾 为什么 第一季里面 我个人觉得 他第一季的故事改编里面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别看这剧 看着好像花了很多钱 但实际上格局偏小 所谓的格局偏小是什么呢 就咱们看第一季里面就八级 不管就是多大事 就是地球人齐心协力 对抗一个已知的外星人入侵的危机 这多大事 然后最大场面也就10个人 就是10个人在一个屋里开会 就是来来回就这点事 就是ETO集结的算是 算是大场面了 然后团上的小孩们比较多 算是大场面了 勉强算是大场面了 就是ETO那个开会 然后 对啊 那也算人多了 对 然后他们 那也算不了多少人 所以他说的 这个小北说 体现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 原小说原著的时间线 它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 将近100年了 对 这上了全2024年 全是2024年 对吧 但是跨了66年 原著一本半的故事 如果再把成亲和云天明的故事线也算上的话 这是100 这都是100多年的跨度 然后在原著里面 可能加在一块不到半年的时间发生的 而且还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为了提高叙事节奏 就是打造了这个所谓的牛津五人组 这么一个故事结构 他把所有的故事线全部穿起来 这样的话 对提高叙事效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但是由此带来一个弊端是什么的 对 格局偏小 就是全宇宙 就是全人类 全人类 都是我班同学 对 就是全人类这个生死存亡 这么一大事 然后跟那个两个文明之间 两个宇宙之中两个文明的对撞 然后全部集中在一个班的五个同学里面 对 这个我插下去 就是电影圈管理系98班 我们三人全搞定了 中间就 宇宙的命运交给了我们 大概就这个意思 这个其实是最近这些年 其实大部分美剧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一些科幻美剧的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 之前我们看 我们都特别喜欢 太空堡垒卡拉迪加 那场面你看多少个星球 对吧 然后人类的不同的 光那个舰队 就这么多艘军舰 每艘上头都有不同的这种 这个船长啊 不同的这个人啊 然后再加上什么回忆 对吧 等等的东西 他就整个拉的这种跨度都非常大 但是现在 很少有特别是科幻美剧这么拍了 在什么 就是他基本上都是更为的 从个人化的角度 就是一家庭 就是几个人 几个这个 所以照你说那个太空 什么那个太空无垠是吧 还好一点 对啊 那个他是原著他就这么写的 对对对对 那东西你要改 你只能就是 那不就是一个非常特例的吗 就是为什么他那个 这个也是说 开始说很难拍 不就好像太空版的这个全游吗 对吧 他本身就是就是很很难去做 所以那个是一个 也是一特例 因为那个很有意思 就是太空无垠最开始是 CIFI台的 对啊 第一季CIFI台 CIFI台是一项很穷的 没钱的 然后特效都很那 然后最后一看不错 让人给摘果子给拿去了 对吧 然后呢 就投钱才拍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特例 就是真正各个这个就是大台大的平台的 现在科幻美剧都讲究 就是从小讲起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甚至我觉得有一定全球性的这么一个特点 但是对于三体来说呢 这种方式我觉得恰恰是有点不太恰当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啊 就是因为大流的所有的创作里面有一个共有一个共通特点 就是大家想就是从那个乡村教师开始 大流的作品里面就呈现的是呃 就是渺小的个体 个人和整个宇宙之间是能够直接产生关联的 你是能够就是个体的命运和选择是能够跟宇宙的命运 是能够产生直接联系的 那么你想到三体也是这样的 就是三体里面就是为什么当年我咱们判断说三体觉得很难改编呢 是因为它是一个全景式展现的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虽然说因为它是这个中文科幻小说 所以说它的视角肯定更多的会放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 但是三体原著里面 其实它还是尽可能的用了全球视角来讲述这样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对抗已知的外星威胁的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在改编的这个就是我对网飞版改编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我在看的过程中我就觉得 为什么老觉得格局小呢 就是三体原著三本叫做那个叫做地球往事 对对对 那个Netflix版的这个三体呢叫做牛津往事 就那五个人再加上那个那几个那几个人 就是再加上维德来来回回就那么一点 就来回倒 就是虽然节奏很快 它能够掩盖很多叙事上的这个弊端 但是大家看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有这个体会 就是前五集渐入佳境 到了第六集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然后哀嚓第七集开始往下掉了 然后第八集就觉得看到这看了第八集 大家就说what the fuck 这什么东西怎么就这么结束了 你这个还算比较客套 我跟你说现在朋友圈 我发了朋友圈 然后鲁玉给我留了个言 他说他也看了 他说前两集看来好 怎么从第三集开始就变成了生活大爆炸加六人行 我想也的确是 所有的人家生活大爆炸里面讲物理学的那些道理可能都比他多 就是实打实的硬核的东西 因为这个 六人行就是那些在下又进行我我 真爱版 真爱版三体 你说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跟圆蓬我们俩在门口的时候 简单聊了一下 这个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出在 就是Netflix就是2DB他们拍三体的时候 他们不是科幻迷在拍三体 这是我认为这是目前的网飞版的三体最大的核心问题 就是因为你科幻迷 包括他们的分级导演 基本上都不是拍科幻 都不是拍科幻出身的 包括曾国强是吧 因为你科幻迷在拍三体的时候 你对观众的嗨点或者兴奋度或者是兴奋点 然后某些故事桥段的取舍 你是会有别的方式的 但现在这种方式 它是把整个三体这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高科技背景下的惊悚悬疑故事 然后这么来说 还宠爱故事 所以说他就把里面的很多 为什么很多中国观众对网飞版的三体不太满意 原因是因为他把很多中国观众能嗨点给整个给拿掉了 包括比如像宇宙为你闪烁等等 说你闪烁不会像他那样闪 就是太奇怪了吧 原著里面包括腾讯版的三体里面 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的是这个就是微波辐射那个 宇宙微波辐射背景 那个是你需要带着有特殊的仪器 有特殊仪器才能看 这样的话是有一个 第一它是有一个解谜的过程 第二就是当他最后呈现的时候 他对汪淼的那种情感冲击力也是更大的 那么但是像现在奈飞版这种剧集的时候 是全球都能看到星星眨眼 开关电灯 都能看到星星眨眼 但就是说实话 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ABCD各种选项里面 就是说外形入侵 这肯定放到最后一项 前面肯定大家很多人说 我今天是不是有点嗨多了 我眼睛有点花 就是他把这个降为降的太狠了 这个真的没办法 就是刚才小北说的这个 其实就是很关键 就是他这个剧集的基本的模式 是采用了一个就是科幻悬疑剧 所以他特别像一个悬疑最暗的路子 这个其实开头是对的 因为我原来就是我在游足的时候 就做这个分析 当时腾讯版的我们也做过 你看大家的思路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如果你拍一个电影版的最开始 如果你从一开始 你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 一定开始是 倒计时 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开始 莫名其妙的死亡 然后呢就是引出来这个大使 然后要去调查 这个必然是就是那个第一步的 这么一个进入的方式 对 但是呢这个东西不能持续第一步的 整体的就是它不能够带到整个的这个东西 因为腾讯版因为它有足够的体量 他们在这个就是侦破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出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他们最后就不是在这个侦破本身这个上的了 因为特别是他比如说他把这种这个什么科学边界啊 这些带进去 你会发现那些其实跟那侦破没啥关系 对 你翁表去那干嘛去 对吧 你就听他们那刀那些科学东西 因为他这个原著里面呢 就是这是跟大家的写作习惯 或者跟他的这个就是文风有关 就是三体这种故事 如果上来就告诉你说 外星人要入侵地球 那这就变成一个很俗套的故事了 但是大刘他讲故事的习惯是什么呢 就是先从我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入手 从普通人入手 然后从普通人的生活里面出现了一件 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么一个奇怪的事情 然后抽丝剥茧 慢慢的带开一个更大的世界 然后一点一点的 然后把个人对于这个就是对于世界的困惑 展开到整个宇宙之中 然后我们故事结尾的时候 我们知道的真相的内容的时候 才会有那种 就是整个灵魂被击中的那种 那种酣畅感是什么 就是哦 原来有那个原来就是有外星人 要来入侵地球 要来灭绝我们 而这一切的起源是来自于我们所有中国人都非常熟知的 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 对吧 然后这个文革的背景在这里面 对于叶文杰这个角色的塑造就特别的重要 在这个网飞版里面呢 他把这东西快速压缩到第一集 第一集可能都不到 不到底 完整的这么一个内容 然后上来 先从那个文革开始起来讲故事 然后后面呢 就是说有科学家自杀 这些科学家自杀的原因呢 也非常的粗略的就带过去了 但是在原著里面呢 就是这个跟大流的这种文风有关系 它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物理学家说发现 因为物理学不存在了 他的信仰破灭了 所以他们选择了断生命 那么这个过程 其实你要真想说清楚 真的像那个腾讯板 你得花在四五级才能把这事整个的说明白 这儿另外我顺便说一下 我有些那个真正的科学家朋友说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发生这种事了 我第一个不是去自杀 而是信仰采烈的去发论文 说这个事不对啊 这个咱们 我发现了一个事 跟咱们以前已知的这个理论都不一样 我能发C刊呢 没有那大家都在发 全的数据 全都 该轮到我了 所以你会发现 网飞板他从起步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很尴尬 或者说他很难解决的问题 就是我认为啊 他的类型的落点 不应该落在科幻悬疑 应该是科幻冒险 就是你看这个太空无银 他就是冒险的 对吧 但是呢 他八级的体量不足以支撑太空冒险 这么一个类型 所以这就是他本身 他在最开始的出发点 就留下这么一个 他为了悬疑 他就一定要去掉很多的 跟这个没有关系的那些 对科学的论述啊 然后对于就是整个我们人类和三体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文明啊 这些东西 那跟这个悬疑的关系不是特别大 对到这儿呢 我就必须还得再吐槽一句是什么呢 就是网飞板的三体 他们在改编的时候 刚才你提到的 出现了非常多的剧作上的问题 是来自于他们这个在改编过程中的 这个有趣的一个取舍的选择 他们要把这个三体这个故事 整个的放到就是西方背景 特别更聚焦的是英国和牛津这个背景下 来讲述这个故事 里面的人物都得被替换掉 对吧 然后就是把原来的人物都打碎 然后重新组合构建了牛津五人组 但是 你都改成这样了 为什么还得把叶文杰保留呢 因为他保留了叶文杰 所以说就导致了这个牛津五人组 这个就是在这个人物 在这个叙事结构上 和这个前后的承接上 两套系统 他就必须得两套系统 这两套系统在叙事里面 其实是相互打架的 是的 对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说 他改这个牛津五人组 这个本身 就是单独作为这个 并不是问题 但是他和其他因素 放在一块看 可能就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不是单独说 你这不能改成这个什么黑人 不能改成 大家想想 对 逻辑改成黑人是最关键的问题吗 是这个黑人不够聪明 不够有那种大之若鱼 不够有逻辑的那种 那种精神 不是说他因为黑人 那就错了 而且现在这种改变方式 那是什么呢 他保留了叶文杰这条线 和保留了叶文杰的背景故事 但是 他只保留了这些 然后后面的牛津五人组 然后整个都是在 那个西方和英国的 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展开的 然后他 然后你又再想办法 把这个叶文杰的这条线塞进去 所以说里面就出现了非常多的 就是大家就是可能 让中国观众觉得 不适的一些情节改变 那是没办法 这是要 这是要把两种设定 给强行的缝合在一块儿 必然导致的一个叙事上的弊端 本来他可以更加 改的更加彻底和自由一点 但是你要把文革都保留了 真的 现在大家观感 我真的能理解 大家只能戏谑的说 中国人把外形人引来 全世界一起给中国人擦屁股 就现在就造成了这种观感 这是一个吐槽 这是很多网友的吐槽 这是一个吐槽 但是从改变上 的确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观感 就是咱们从那个 就是剧作改变的逻辑上来说的话 如果我要保留 叶文杰和文革这条背景线 而且这个是必须得保留的 因为这没法改 你没了这个 这故事不成立 那么在最大限度下 你还得把这个故事整体的 移植到西方环境背景下 那么在这里面 最重要的人物是谁呢 大使这个角色 应该按说应该是一个中国警察 派到英国去来完成这个工作 至少 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东西方 现在和过去 然后给完成了连接 但是现在网飞板里面 这个大使变成一个什么呢 他变成了一个符号性人物 就是我跟那个言鹏还吐槽过 现在奈飞板的大使 是一个标准的摄像头的角色 是什么呢 就是哪哪都有他 但他就是看着 对 这个王 这个言鹏姓姓王 他是一个 本尼迪克王 对 他其实是苏格兰人长大的 所以他那个口音非常纯正 就是他本人的口音 所以请他演这个 就是 所以他完全只用了 他一个华裔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而已 一方面是这个 还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跟这个商业考量有关系 就是2DB呢 把那个泉油里面 带了三个演员过来 对吧 就是洋葱骑士 大麻雀和这个 就是泉油小胖 把他们三个带过来了 他们三个呢 其实是等于说 是在这个剧集里面 其实是撑场面的 所以大家会注意到 这三个演员的戏份 其实都很少 维德的所有的戏份 基本就是坐在屋子里面 跟人开会 然后大麻雀的戏份 基本就是在船上 其实我觉得 恨不得一星期就拍完了 然后那个泉油小胖了 就是鲁尼呢 三集下线 然后拜拜 剩下的演员 其实都是新人 所以这个 从某种程来说 它也是一个商业考量 我唯一的 现在自我安慰一下 我就觉得 这个剧 大家觉得像不像 三体人为地球人 做了一个三体游戏 所以这个呢 特别想勾引着 你了解三体 这个原著的宇宙 先给你拍了个电视剧 勾引着你去了解 三体的这个书 我觉得我只能 站到这个角度了 就是因为这个剧 它设定目标 就是给那些 没看过书的 绝大部分的路人 Netflix的用户 甚至它不是 就是科幻 喜欢科幻 科幻美剧的 它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就是 Netflix剧集 它肯定不是真 它肯定是 它是流媒体 它肯定不能是 针对某种特定的 喜好群体来 它一定是说 我就是 拉开一个大网 能拉多少人 拉多少人进来 所以它得把门槛降下来 为了降门槛呢 它就把里面的很多那种 就是科幻的设定 就是尽量的 都简化掉了 这个简化的过程 一方面是因为 主创对科幻的嗨点 它不太感兴趣 还有一方面 是为了把漏斗的口 尽可能拉大 把更多人吸引进来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觉得 就是说 希望这些观众里面 起码能有个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一的观众 看看援助吧 对 能够对援助场上好奇心 让大流多卖点书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故事 因为它真的没改故事 它只是改编的 讲故事的方法和人物 它改了不少故事了 它取舍了 把它打造扩斧 它砍掉了 这个故事本身 就哪怕这个剧集 本身这个故事 它是非常硬核的 它拍的段落和情节 是非常不硬核的 是非常软的 而且它都不给你 解释那些细节 其实就是奈飞的剧里头 是有硬核的剧的 暗黑就是奈飞的 对吧 暗黑非常非常的硬核 那你一般的真的 看不到 我看到暗黑第三剧 我得画图了 对 那真的看不到 就过了过一阵就忘了 但是这是奈飞的它的一个策略 就是特别是它比较大的剧 它一定要把它更为的简化 你看为什么最近的这一个 有一些挺大的IP 反而就是改的很烂 比如时空之轮 那也是在北美是一个很大的IP 都还算好了 我说了 我说了 一个是基地 一个是光环 光环 哈喽 基地 对 还有基地 基地更灾难 光环它再灾难 我能忍着看完 而且光环第二剧比第一剧好 好一点 基地三剧 基地我看完第一剧之后 后面就不再看了 作为一个铁杆的看完 基地我就强忍着到现在 一剧都没有看 这是对的 我都看完了第二剧 我觉得看画面上很好看 因为是这样 我之前吐槽过 他们奈飞不是吹嘘过吗 说是那个什么巴拉巴拉 然后改变成了传奇性的 这个银河传奇什么的 我说这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银河性传奇 你知道吗 阿西莫夫的光纳板都按不住了 所以你会发现 可能就是越大的这种这个IP 这奈飞反而 他失手的概率就越大 如果不是那么大 可能一个相对比较小众 或者相对一个比较 就是更硬核一点的一个东西 一个剧 可能奈飞还真的是有一些不错的 比如说他有一些罪案剧 对吧 包括有一些这种科幻剧 但是一旦到这种大的 他就感觉到 他就是你刚才说的 全都想要 还有一点 就是奈飞还真没出过什么像样的科幻剧 很少 就没有 暗黑他跟奈飞也没啥 他只是有投资的关系 他是德剧 等于欧洲奈飞的 就不是他原创的团队 或者咱这么说吧 就是说可能在奈飞这个体系里面 他就没有科幻基因 所以你会看到像我们今天聊这个改编的核心 其实他达不到罗林这样对自己的作品这么严苛又明确的要求 他才能保证这个电影拍出来 让书迷几乎让吐槽 也就吐槽一些细节 大块能把控住 要不然至少你做到像什么 Marvel漫威 在钢铁侠之前 那个早期的阶段 为什么广受欢迎 你因为最重要的一点 那个时候虽然公司要破产了 虽然版权都卖倒了 但把手上这一帮板凳队员 最后拍出了一级大片 就是因为操盘的人是真正的爱漫画 爱美漫 他爱他自己的这个宇宙和人物关系 他真的倾注了心血 但是现在奈飞改 虽然请来是DB 2DB他没有选 他就算选了星球大战 我跟你说 他拍出来也不要指望 他能把星球大战能拍成啥 他不是科幻 那个爱 他爱没有 很明显他不是科幻谜 他在这个把握上是有问题的 是的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 大家对第二季按这个逻辑 场面可能更大 怎么办 你一说星战 我补充一点 你刚才说蓝月漢逊 我想起来的 利刃出窍 蓝月漢逊还是星战八的导演 对星战八 所以我就说最终 今天聊这个改编这一part 我觉得最后就是 大家谁看这个剧的主创 他对这个类型 或这个题材 这个原著 他是否有赤诚的爱 超出于一般人的爱 这是了不得的 再想一个正面的例子 指环王 Peter Jackson 他对那个原著 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了 都已经那么小时候 就开始画画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东西 他拍出来 那个时候 这个托尔欣不可能 弄个儿子孙子什么 来指导他现场 逼他签什么约 对吧 不用 他自己就对自己 就扎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 以后这个改编最核心的 就是你真的对这个东西 在花时间 我们这个说过好多次 包括我在文章里写的 就是特别特别是科幻 这个类型 一定是 就是这个主创的 那个的 对科幻得是有爱的 而且呢 他基本上得是 至少得 从他的青少年时期 他就喜欢的 没有可能 真的 我现在一个反例都找不到 没有可能 你是一个从中年了 或者说到你已经 这个就是功成名就了 你突然说 我喜欢科幻了 然后我想来拍的 我几乎一个 就是例子都想不到 你可以把几乎拿掉 对 然后大家看 那个怪奇物语 为什么异军突起 那个作者 你一看 他对大量的这种奇幻科幻东西 都极其的熟悉 对吧 里头无数的这种的 这些元素 对 他运用的非常的恰当 他对那个东西 真的是有感情的 这个东西完全都能看得出来 咱们这一趴就快速的进入到 聊人物也行 或者聊咱们的美术 试效 这些都可以 聊在制作层面上 谈谈你们俩对这个剧集的 亮点或者槽点都可以 比如说这个里面 你最喜欢哪个人物 或者最讨厌哪个人物 什么的 改变成功的 或者最糟糕的 改变成功的话 我觉得在网飞版的这个三题里面 就是其实那个陈景和云天明 这两个角色 改的还可以 就是那个云天明 对应云天明 他们叫爱情戏吗 叫唐宁 唐宁 因为他呢 实际上是相比原著来说 改的最少的 所以他反而做的 不是 还是给改好了 以前云天明也性格 不有点被动吗 对吧 就是舔狗 对吧 为主 对吧 你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当然我说的有点概括了 但在这里面 我觉得他这个角色 还挺完成的 对对对 而且做的 就是游几场 那个就是情感细腻 然后令观众愿深刻的戏 其实都是发生在这个 就是网飞版的 这个云天明身上的戏 后面几乎第七集 居然给了一集 讲他们这个 这个很 一八集的这种量 你想想 这个成了他的一个重点了 你想想 他刚才说了 本来是我们电视圈 九八集管理系本科班 三十个人里面 五个人的事 后来单独有一集 原来里面有个女同学 我们是从长阳路小学 就在一起 然后到了青岛 第十五中 我们还在 从小就开始换 他们童话大王 还给我签了 生日还签了名 他就变得更小 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这样的 他之所以在童话上 画了这么多的笔墨 来铺垫 很明显是为了将来 云天明和成心见面的 那场戏 肯定是为了这个 三个童话 对对对 这还这就是说他为了这个 普通观众的观感 他把这个故事变得更小了 对对对 包括让他们在 就是大家在情感上 因为其实这个呢 就是从他们的逻辑来讲 就是从他们改编的 这个逻辑来讲 也是讲得通的 因为你看 你很难把你的 就是这种情感 投射在叶文杰身上 对吧 因为他的思路 已经不是这样了 他叶文杰只是一个 就是导火索失的 这种角色 他不会再往后那个什么了 然后呢逻辑呢 在肯定是第一季 是斩不开的 逻辑主要的戏 肯定是在第二季 那成心呢 成心其实你也很难 就是去投射情感的东西 其实他更多的 反而就是把这种 云天明跟那几个人的 这种友情 包括这个对成心 这种爱而不得 他把这种的 就是完全作为这个剧集的 最大的情感的投射的点 没有 还有那个呢 还有那谁 叶文杰一定要跟艾文斯 说生了个孩子 那个孩子叫 本来叫杨东 现在里面叫什么什么叶 叶 就自杀的 对对 这种 就是是不是 从改变上 就是说 他们要不就同学 他们要不然就是上过床 要不然他们就怎么 是非常机密的关系 要不然这个人物 他们就是非常的收缩 所以我就说 这格局的问题 要不就男女朋友 对 张北海要是他男朋友 我靠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格局的问题 这就是格局问题 就是他如果按着就是那种各个就是来自五湖四海 他他就觉得那真的不是个八级的电视剧了 对 真的拍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本身线头比较多 他想我怎么收线头呢 对吧 他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2db在这种情节的编织上 其实功力还是很不错的 说实话 就你看他把这么多东西能给塞在这八级里 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这个东西如果做一个就是剧作的分析的话 还是很有料的 还是 他把好多就是没有联系的东西给联系到一起了 你比如说他那个这个船上有一个这种监视这个三体的游戏的 这是原著里头没有的 对吧 但是他就是为了把这个船 把这伊温斯和这个游戏和这三体人这些都连一块 要不他就成了另外一块了 所以你看就是他这个有一个特点 就是几乎所有的情节都相关 真的没有就是就是分着的 对 没有完全的分支的 我插一句 就是这个呢 是说明他们在这个编剧的技巧上各方面是很好的 但是呢 他弊端是什么呢 就是他是他是为了把所有的事在八级里面讲完 他才他也他才采用了这种方式 就是有利有弊 就是前三级 前五级 就是前三级 然后前五级呢 就是你用这种方式讲故事呢 他就是叙事效率非常高 节奏非常快 然后大家理解起来也很容易 但是随着故事慢慢的展开之后 然后这种所有人物之间都紧密联系的这种人物关系 就会把后面的故事给限制 就是群带关系太太重 所有的问题在第二级 看他怎么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你看所以第八级就出现问题了 就是第八级那个黑人版逻辑 他就是讲面壁人的事 索尔 他是面壁人 然后他就会出现个什么问题呢 前面的六级里面 这个索尔基本上是个小透明 然后任何情况下 他都是负责旁边在安慰别人 就完了 他就是基本没什么存在感 突然间到了第八级 他变成那个逻辑了 他变成面壁人了 他变成那个能够决定两个世界命运的人了 就是这个人物转变就特别的快 没有任何铺垫 对对 因为观众来说 就会觉得这个来的太猝不及防了 然后 那没办法 他必须得那么高 所以说那你说说他在 刚才说他花了钱 他不是说这一亿多少美金 一点六亿 就是你觉得花钱最多在哪 或者说哪 觉得花钱花的不到位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不管他们说他们自己花了多少钱 但是从最终呈现出来的 这个视觉上情况来说 这个剧的在制作上没有 就是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制作 不是一个超大规模制作 它实际上是一个中等片上的 一个标准美剧的这么一个制作规范 就是你看他里面 首先咱们看那个大场面 其实这些东西没有花太多的钱 对 就是比方说里面出来一架弯流私人飞机 对吧 他一开始花钱了 但是对不起 你会发现来来回回就这一架飞机 他内装改一改 对 就是感觉就是 他这个就跟那个腾讯版里面 那个大使吃饭 那个炉煮小饭馆一样 用了好多次 对 就是逮着一个景 咱也往死了用 然后这样的话 把这钱花到头 对 然后你看那个就是很多那个特效场面 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4K版本 比如在这种大荧幕上看一下4K版本 我们会发现 他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所有 我们中国观众对于内飞版的这个三体 最大的期望 肯定都是想看这个视觉奇观场面 和特效场景做的怎么样 它在审美上没有问题 在技术流程上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很多痕迹什么的 它在制作上是比较赶的 就不说操 它是比较赶 就是所谓的比较赶什么的 就很多制作细节 一看就是说 是在一个比较仓促的情况下给完成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 它1.6亿美金 我猜 它的线上费用 它的版权费用 它的城市费用 这些线上包括 我觉得都不一定是演 就这里2DB 他们拿一大笔钱 他们的城市费拿一大笔钱 还有那些挂名兼职的人 他们前面那个执行纸片人 给游足的钱 我觉得也是一大笔钱 就真正的落到前期拍摄 到后期时效制作这块的线下费用 我不觉得会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 大家记得在2003年 2002年20多年前 当时创下美剧最高单集 那个叫 就甩锅那个剧叫Lost 那是号称第一次单集 1000万还是1500万美金 我记得 但是我看第一集我就震惊了 那真的是大场面 没错 飞机是在一个岛上海岛实景拍摄 然后整个那集 我觉得那是看出来就不是一般美剧 但这次对不起 我看这个 咱都看了那么多美剧了 这个Netflix 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 哪让我耳目一新 我跟你说 就刚才吐槽那个基地 你要看一看 你就发现 每一秒都是美元 那个画面 真的 我就靠这个 那个基地是苹果的 对吧 对 苹果太有钱了 那个基地 我真没讲 美剧版的基地是真花钱了 每一秒全是美元 就是我举个例子 太帅了 他们里面 有一个场景 因为美术指导和服装造型指导 要用一种特殊的布料 把美国市场上能买到的那种布料 买空了 你知道吧 这就是真是花钱如流水 然后里面所有的特项 咱们就好坏咱另说 就是一开始实打实的 就认真做了的 对 但是咱们在这个 网飞版的这个3D里面 我没看到 就是很多特效场面 就是 咱们先说好 就是它的审美 它的技术什么都没问题 但是操 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很多场景 因为是那种绿幕合成的 因为我还专门看了特效 那个折扣极 它是绿幕合成的 绿幕合成 其实你放大看 很多边缘 那个抠像 抠的问题 然后绿幕的反光 在人身上 我们不管它叫异色 异色都没处理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就是 成心和那个鲁尼小胖 他们那个 就是第一次出现 同一个场景里面 然后就是 那是一个英国场景 在那个场景里面 前景的人和背景的 后面的那个 后景合成 合成有问题 就是 就是你们 普通观众可能意识不到 但是你会直觉的感到 这个人和背景是 它的运动起来 是不协调的 是前后两层的 还有那个 就是他们俩第一次出现在 那个就是 蒙古大军的 那个队伍前面的时候 前景的人和后景的 合成 那个 透视和那个光线 方向都是有问题了 就是按说 在这个 这种级别的 这个制作人们 是不应该出现 这种低级错误的 就是 我认为是 可能是因为 就是赶攻导致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他们 对这块 像这改编 你刚才说的 蒙古大军 对吧 秦始皇换成了 他们就觉得害怕这个 秦始皇也不太熟 我就对他们 可能觉得不太熟 一说 成绩四汗都下的干颤 对吧 这种改编 这个就还好 我能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面有两个 那个外国人 他们就是原来 原著里面是 冯诺一骂 冯诺一骂和牛顿 在剧里面改成 图灵和牛顿了 这就无所谓了 对 但是你说这个 那大家 我看在网上都在说 就那个 审判号 是吧 judgment day 那个 那个视效 就是拿那个 钢丝 不是什么丝 纳米丝 纳米丝 切那个 跟腾讯这般 直接面对面 对比起来 是什么感觉 从制作的角度 这个没法 没法这么直接粗暴对比 为什么呢 因为 拍法不一样 第一是拍法不一样 第二呢 我们不知道他们 他们的这个 幕后的具体的制作的细节 就是比方说 到底给了多少钱 给了多少时间 因为做特效是这样的 不光是钱的问题 还有时间的问题 就是做特效场面 你给够了时间 和这个 就是就跟 和这个钱关系 不是特别的大 就比方今年的 奥斯卡特效影片 就是特斯拉 负1.0 哥斯拉负1.0 1500万美元 特效团就不到10个人 去 没有 30个人 但是他们 他们有一个特点 是什么呢 就是日本特效团队 是说 一个人负责 某几个镜头的制作 就干 从打光到合成 全是这个人 就是这个几个镜头 都是你的 你就慢慢做吧 但是像好莱坞 他们呢 是完全标准流程化了 就是打光建模 然后那个合成 什么的 这些都是不同的工序 然后整个的最终效果 是由不同的总监 来整体的把控 所以这个呢 明白 就是需要足够的时间 对 我确实不知道 但是对标 腾讯版的古证行动 那个是那个谁 那个特效总监 都熟的那个 罗贝克 对 罗贝克他说过 他们说 那场戏古证行动 等于用了14个月 其实他们做的很慢 他们不着急慢慢做 最早 那个视觉预览 早就定了 开机前 现场实习盘就有了 所以说 他用很少的人力 用拉长的时间 可以慢慢做 他不是说在短期内 如果你要短期内 快速做 那个很贵 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 腾讯版的 他没有把特效 就是很集中 这个 这个 是腾讯版最后的 放的一大招 对吧 这是腾讯后面的 一个最最关键的 一个场景 所以其实我 就是咱们 就这么客观的说 你这么比不合理 你知道吗 对 因为腾讯版 这是它的一个 就是可以说 聚集的一个顶峰的亮点 它前面攒了那么长时间的 那种的 这终于来一个 就是大场面的那种的 外景的那种的东西了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 就是网飞版里头 它只是场面之一 它并不是最最重要的 那一个那个场面 它都大脑都出去了 都阶梯计划 什么都太阳翻 全来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而且其实他们 我觉得还至少 不会像网上说的 肯定没到说 这个腾讯版 吊打网飞的 对 他们基本上 就说这个网飞的 做的不算太好 他们基本上 也是在一个 就是层次 不会说 咱们这个 我们已经比你高一个层次了 还是咱们刚才说 那个 就是这个网飞版 就是咱们所说 干的比较着急 不是 叫玉制菜 就是 那个工业化制品 干净 卫生 然后味道也还没问题 然后你基本上 挑不出什么大毛病 然后再细抠呢 那肯定那是因人而异了 但是就是跟这个腾讯版相比呢 腾讯版是什么呢 是我们在一个有限的 这么一个时间条件下 然后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稍微 稍微有点心酸啊 就是穷人家孩子 对 要过年了 然后把攒的一年的零花钱 全拿来买新衣裳 买鞭炮 就放在这 就过年这一下了 然后前面很多地方 其实拍起来 有很多地方是很穷的 就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 青年叶文杰在东北临场那几场戏 就是大家会发现有个特点 叫战装式表演 就是演员走 走走走走走 走在一个地方站住 然后把摄像头说完 为什么呢 不敢再多摇了 再多摇就穿帮了 所以 然后大家仔细想 就是我说的是去年 那个上线那版 那个在东北临场 那个那场戏里面 不是有那个背景 有那个电锯的声音 锯那个树吗 大家回去仔细想想 所有的电锯声 都是一样的 就说明那个音效已经紧到 就说我只有一个模板 复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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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在这再说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不是说他们不用心 是说我能理解 在当时那种预算下 在当时那种周期下 我必须要有取舍 对 那所以就是把古增行动 做成这个 30级里面的高潮大层面 就是这个是用来震场子的 对 那这个绝对是不 就是我有多少钱花 镜头的设计 肯定都是就是仔细的考虑过 就是我这场戏一定要要出来 一定要出彩的 那最近说的那个脱水啊 浸泡啊 是不是网飞这版做的算是 其实脱水我觉得对 网飞这个做的还不错 我觉得有有几个地方 就是说 呃一个这个人列计算机 他这个方阵 他展示了一下像是那个芯片 对吧 这个是跟我们那个 就是腾讯版不太一样 腾讯版它就是军队的方阵 这个是一个可能美术这个方面 它不涉及到特效啊 但是这个思路是是有意思的 对吧 那这个就是他各自有各自的一些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优势的地方 但是那个就是网飞版的这个三体 就是人类计算机这个场景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视觉奇观啊 他们其实也做了简化处理 就是就是他们在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黑白 就是等于说是所谓的二金质 用这种方式把这个人类计算机的这个东西 给糊弄过去了 而在这个圆柱里面和这个腾讯版三体里面呢 是很仔细的解释了一下 人类计算机的这个原理的 就是咱们如果是科巴米尼 咱们知道这个这个人类计算机是真的可行的 只不过是很慢啊 但是他这个原理是真的可行的 然后那个 但是在这个就是网飞版里面 就把这块呢 用这个就是所谓的黑白快速的给糊弄过去之后 然后就呈现了就是这个所谓的就是三千万 三千万那个就是蒙古士兵的这样一个大场面 也给糊弄过去 因为呃在特效里面像这种那个大场面解算 实际上是非常耗耗这个 对就是算力 算力 时间 对就是在咱们国内的话 就是比方说呃 举个例子啊 就大家可能没有概念 就是如果你想在一个镜头 一个大全景里面 把三千万个人如果真的都解算进去的话 呃 我在目前来说 就是除非你上就是以呃 现在咱们有那个所谓的各种云了 就是这个算力是能够得到保证的 头几年 就是我看最早那个就是三体三体电影板的时候 就是三体电影板 我看我看过一把没有特效的镜头 那只只有概念图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特效负责人说 我们曾经尝试过那个做过极限测试 就是呃 把一千万人倒进去之后 我们的那个系统就崩掉了 对 这个这个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大片里头 就是一直都有 你现在再回头看那个指环王 对 这是很成问题的 他一旦在这个一堆这种这个军队在互相打的时候 他那会用的那个那个软件叫什么 那个massive 对吧 然后呢 就是他的算力就那样 所以你会发现他那个士兵都是扶着呢 在在那了 和他的那个就场景就很难贴的呢 然后呢 他当时说这个massive是最早的一款 可以让每一个角色都自主的去做出一些动作 但是你会发现有些问题 就其实这个比特杰克逊谈过 你们看那个指环王的那个花絮 就是一个大军在那边那边要进攻的时候 有几个小时他会往别的地跑 对 他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离散的 你知道吗 然后就那几个就不听话 这个他们说了 这个要调非常非常难 在当时的条件下 但你看就是到这个复联寺 复联寺的结尾也用到了大量的这种人的这个的 这个的算力就好一些了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如果网飞 他不是说做不到 但是就得到复联寺这个级别了 复联寺那是一个三亿多的电影超级大片的级别的 才能做这种几千人上万人的 然后比较就是真实的那种那种感觉的东西 你看一下那个片尾 你看一下片尾字幕的特效公司名单里面 除了Pixmodel之外 其他的特效公司都是一些小公司 不是那种大的那个negative那种 这一把主要就是说这1.6亿吧 反正就是不是说他很有水分 但就是不是像大家想象的 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一个 就是他自觉盛宴吧 他不是就用咱们的话说 就第一呢他不是个超大规模制作 他也不是个S级的制作 他是一个就是中等偏上 就是但是不是那种最顶级的那个美剧制作 我期待就在美剧里面 因为我们后面时间交给大家 他希望能像太空无垠一样 我明显感觉到第三季第四季 哇一下有钱了 那是亚马逊接手的 我希望这部能够一炮打响 然后把第二季先继续拍下去 然后在第三季第四季 让我们看看他们眼中的 好莱坞真正制作级别的死神永生长啥样 这个黑暗森林先给他拍好 对吧 然后我觉得咱得展望一下 所以这八集我内心是各种不满足 但我也就忍了 我插一句啊 就是如果第二季是拍黑暗森林的话 其实那个2DB给第二季 给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 是什么的 演员选角 就是现在演那个罗吉那个角色 那个就是 那个演员啊 那个演员我很担心 他撑不住罗吉这个角色 对 罗吉 哎呀真的 罗吉是最重要的人类的直见人 对不对 可以换人 不是他换谁都没用 因为就是 我就是 因为咱不知道 就是那个死神永生 就是拍到直见人的时候 那会儿 那会儿不知道是放在第二季 还是第三季了 就是第二季会设计的 但是我现在就有点担心 从那个就是 这个黑人版罗吉 这个演员 从第一季的表现来看 我有点担心 他撑不住第二季 哎呦 那么印度版的张北海呢 这别再操这心了好吗 真的叫Rush Rush 这不就生活大爆炸吗 对对 所以我就说 那个就是印度版张北海 这个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啊 因为那个 挺帅的Rush 不是 你不知道后面张北海这个角色怎么改呢 张北海这个角色必须要魔改 不魔改的话 放不进他这套语境里 哇 那思想刚硬 我看到怎么拍 我看到刚硬个啥 思想刚硬 我估计大概会删掉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第八集 只有三个 只有三个执剑人 只有三个执剑人 一个是 中国将军 一个是中国将军 一个是一个 战略专家 一个美国战 不是一个 一个自由战士 自由女战士 战略专家 现在只有三个执剑人 只有三个面壁者了 那这个就不知道 后面该怎么办 好吧 这个来吧 我们这个说了这么多 一个多小时了 赶紧把后面时间 都聊给大家 大家就是听到 任何的反馈 有问题 我们漏的 或者说你谈谈 你的感想 什么都可以 好吧 来 你先来 那你拿话能说 各位老师好 想发言的就直接坐这 对 我是那个播客 火象三傻喵喵屋的主播 我叫米卡萨 然后我不知道 我算不算一个 严格定义上的科幻迷 但是我也是从初高中时代 看科幻世界长大的 那肯定算了 对 然后我最喜欢的电影和剧集 也都是就是科幻类的 对然后像这个 这个对我对我个人来讲 就是因为很喜欢 三体这个作品 可能在我刚看原著的 那些年 我没有敢想说 三体有一天 真的会被拍成剧 会被拍成电影 然后到后几年的时候 那我梦想中 谁来拍三体呢 肯定是诺兰 对 然后后来听到有这个 就是网飞版的剧出来的时候 也有一些朋友跟我讲 说有些魔改啊 说什么张碑海 怎么怎么样 我都不敢听这些消息 然后我就想等到有一天 我看这个剧的时候 我希望我能放下 我脑子里对原著的热爱 我就当做看一个 普通的剧来看 来享受这个 真的有大的团队 和好的投资 来做这个剧 所以呢 我个人的这个观感是 因为我也看很多 科幻类的美剧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 那个小北老师讲的 你把它当做一个 科幻悬疑惊悚类的 这个快餐来看的话 就挺带劲的 看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带着 对原著的热爱的话 你可能真的没法接受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就是 舒米眼中的三体 它是一个很有史实感的 是一个 它能够叫做地球往事的 一个大步头来看的 我觉得它 就是对于我普通 对于我们这样的 普通读者来讲的话 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其实是它的厚重感 和它的 就是一个很广阔的东西 它每一个不同阶段的主角 它在自己的时间线 在自己的故事里 在做自己的事情 最后交汇融合成了一个 很宏伟的故事 但是在这部剧 这部网飞版的剧当中 就像刚才各位老师讲 它变成了一个 同班同学之间的 一个格局很小的事情 并且每一个人之间 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硬安排了一些东西 那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 我前面没看太多的剧头 我也没看太多的评价 我可能在看到第三集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成锦是成心 因为前面大家一直管他叫小锦 我完全没往这想 一直到第三集 有人叫他成博士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他是成心 然后看到后面 一直到威尔确诊了癌症之后 我才意识到 他是云天明 之前真的没往那想 然后一直到我看到 索尔是逻辑的时候 我很崩溃 这个可能对我来说 就冲击有点大了 明白 你对这个人物还是 勉强接受 勉强接受 然后到张北海的时候 当我发现 我意识到 原来 Raj可能是张北海的时候 我也很崩溃 因为张北海也是 我在整个小说当中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 对 就是这些对人物的改动 我觉得非常的大 但是我也能理解 聚集在 想要在八集之内 呈现一样 一个这样快餐的作品 他不得不做这些改变 并且就像刚才 关老师讲到的 这部剧的受众 对他们来讲 他们可能没法理解 大留在原著当中 在中国的语境 和当时的那个年代 下去写的一些东西 可能对现在的 全球的观众来说 是不好理解 根本没法接受的 所以去做了这些改动 那这个我目前 就是从昨天晚上 我才开始 正儿八经看这个剧 看到今天 第八集 我还差20分钟 没看完 我就赶快出来了 想参加今天这个活动 就是对于 还有什么 对对 就是对于这个剧 我想后面 可能能有机会 跟关老师更多聊的 就是对每一个人物的改变 可能是我更感兴趣的 我们台之前做过一个节目 是我把这个三体当中的 这些关键的人物 从叶文杰 大使 张北海 程鑫 包括韦德 我们是做了 还有逻辑 我们是做了 每一个人一集的人物的分析 按照每一个人物的 自己的时间线 自己的故事逻辑 去讲了 凑起来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是我 可能对未来的 包括下一季的改变 我更 期望看到的 就是他们怎么把这些人物 最后去呈现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 好 来 咱们准备给他其他 你们几位 好 慢点 看着线 行 就是我 我其实没看这个网飞三体版的 然后但是我看了腾讯三体 然后还看了一部分B站的 那个我的三体 大家看过 动画片是吧 对 就是感觉就是 我是很 就其实我也没看过三体书 然后当看的时候是那个 朋友带着看 然后他是这个迷 然后我就跟着他看听他就给我讲一些 补充一些背景知识 然后我刚才听就是各位讲这个网飞版 我有一个感受不知道准不准确 就感觉 呃中国拍三体 就是他能拍出来这种 呃信仰 就是有就是感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就是虽然我不能理解那个叶文杰 他为什么就是理性到就是去去去对人类绝望 然后也可能不能理解诚心 他做出那样选择 但是我能理解他们的信仰是那样的 但是然后就听那个网飞版就感觉他好像就完全抛弃这东西 包括思想刚硬 他其实也是跟信仰相关嘛 对就是这个感受 嗯 好对 这种信仰还是 我说嘛 就是那个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你都看这么多了 你干脆把一画开天那个动画版的三体也看了吧 哈哈哈哈 对 好像后面还能看 没没没没 那个一画开天那个一画开天的动画版后面没看 动画版三体我看到第七集以后 我就实在忍不下了 实在忍不了了 看不下去了 据说后面还还能看 没没 他就是后面已经后面已经开始魔改了 就是我完全在瞎编了 就刚才你说到这个 就是我 叶文杰这个角色 就是我也觉得 在我在看网飞版的这个三体里面 我其实最失望的那个人物处理 就是叶文杰这个角色 因为在原著里面 就是那个叶文杰呢 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也是这个 就是三体第一本里面 写的非常生动的一个人物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 就是在三体里面 他创建了ETO组织 他被称为统帅 那么就是他本身是一个 就是有一个特定气质的 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在这个网飞版三体里面呢 就是叶文杰这个角色 是被浪费了的 因为 网飞版的三体里面的叶文杰 是一个为了个人的过往的悲剧 然后去展开复仇的这么一个人 当时也是就看了那个 对 拿着话筒去 就当时就是 就是那个网飞那个三体剧照 刚出来的时候 就我就看了一眼 然后因为我当时也看过 那个腾讯三体了 然后我觉得 估计不行 对 就一看他的表情就很奇怪 对 因为完全不是那种 有层次的绝望那种感觉 网飞版的这个叶文杰呢 他是一个就是针对个人过往悲惨命运的这么一个 想要复仇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 他后来呢 就是又变成了 他想他可能想对三体人进行复仇 他就一直是一个复仇的驱动动机 但是在原著里面的叶文杰呢 他其实我认为 这个角色他是更有层次的 更有深度的一个人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他做的所有的一切 其实是为了他对于人类的爱来做出这种选择 只是说他选了一种错误的方式 来表现自己对于人类的爱 就是他经历过文革那样 那个特定的悲惨年代 因为他个人的遭遇 因为他家庭的遭遇 然后他就是他对这个 那个他对这个人性失去了信心 然后呢 后来当文革结束之后 然后他又遭遇了当时的那个 就是全球都有一个环保运动 然后他在那个运动的推动之下呢 他才对整个的人类 就是产生了一种困惑 这种困惑是什么呢 就是这是那个第一本三体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人类这个文明 已经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解救自己的 这所遭遇的困境了 所以他才会依然的选择说 我希望能够借助一个外来的力量 一个外来的比我们科技更高 更高的文明来救助我们 他有一个认知 这是中国人他特有的认知啊 就是因为你的科技水平比我们高 所以说你的道德认知 就比我们高 所以说你就一定能够解救我们 这是中国人在最近这一百年 这个发展历程中 形成的一个特定认知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 所以说叶文杰在这个原著的故事里面 他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悲剧性的人物 但是呢 他并不是一个邪恶的人 他是出于就是我对人类的 我出于就是他 他是一个遭遇了非常多悲剧 他有非常悲惨的这么一个人生经历 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人类的希望和爱 只是他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方式 这种错误的方式说 他相信这个一个遥远的外形文明 因为你们有更高的科技 所以你们能够带来更好的这种道德水准 来救助我们这个文明 他还是想拯救人类的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人物他更有意思 就是你出于一种更美好的愿望 然后把整个人类推向了毁灭 这样的这个人物其实是更有深度 而且是我觉得是更 更意味深长的 那个我觉得其实还可以从 就是文化的角度来说一下 就稍微那什么一点 就是三体这本书其实是个当下的另类 他的写法很多符合这种 这个就是美国黄金时代的那会儿的 就是硬科幻的 现在他已经大家知道 就是一落南京啊 什么这种的啊 这个星怪谈啊 然后什么等等等等 很多的这个就是流派 现在这个就是再坚持写这种黄金时代 硬科幻的在美国是少数 很少了 然后他的这种观念的东西 其实跟美国的那个的 也有一个错位和断代 为什么呢 因为就刚才这个小白老师说的 他的特别极端化的理想主义 情怀的东西 这个其实不是说美国科幻里没有 包括科幻的电影 科幻的剧里头 他之间都有过 但是呢 他现在不太流行了 他也不太怎么说呢 就是愿意做这种的东西了 其实你可以看看 就是说一个不是非科幻的 24小时 当年是个非常具有 就是理想主义情怀的 这个这个小强 这就是一个特别 对 特别拧巴 特别这种 就是甚至有一些道德的 洁癖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很正常 因为这个世界和时代都发生变化 然后到这些年 你看这个美国里头 没有这样的人 因为过去的好莱坞电影 或者好莱坞的这个做产品 产品里面 有这样的一种 就是说所谓的叫做山巅之城的信念感 就是从独立日开始到24小时 对 但是大家现在看看现在在美国 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些纷争 就是 就是在过去这20年里面 尤其就是我 我以前跟亚迪聊过 这叫后911时代去世 对 他们在这20年里面逐渐的失去了 这个就是这种内部的这种认知感 所以就反映到好莱坞的这种 那个就是文化产品上 就是就呈现了刚才那个 阎鹏老师说的这种 包括就是对宏大叙事 有一定的 理想主义 隔阂 对 他不太想做宏大叙事 所以我们说这种太空无银 就是浩岩苍穹 它是另类 它是个例 对 包括最近最热门的一个电影 就是加兰的那个美国分裂 是吧 美国内战 内战 哇 我觉得那才是当下 就是终于911之后 过去了20多年 这才是好莱坞当下的时代精神 时代主题 就是全给分了吧 我就先把你们德州先给弄走 他就全是这个 我忍不住 再去接着刚才这位朋友的话 再吐槽几句 就是我觉得 就是奈飞版的 网飞版的叶文杰 我特别失望是什么的 一个人啊 就是他可以被这个 他可以被亲人背叛 可以被朋友背叛 可以被家庭背叛 对吧 然后呢 他作为复仇 就是他可以背叛那个 他可以背叛自己的朋友 背叛自己的亲人 背叛自己的家庭 甚至可以背叛自己的民族 背叛自己的身份 背叛自己的国家 但是叶文杰背叛的是整个人类 那你为了能够让 一个人要背叛整个人类 那么他背后的 这个这一整套的 这个叙事逻辑 是非常的复杂的 但是在这个 网飞版的三题里面呢 他只是把叶文杰 作为一个符号性的人物 拿过来放进去 然后放进他们那套熟悉的 就是那个西方视角的故事 然后我认为 这个对于那个托迪比来说呢 这个改编 实际上是因为 他们没有吃透这个人物 所导致的 就刚才雅迪说的 你都改了 为什么不改叶文杰呢 对不对 所以因为他把这套东西 拿过来放进 就是从小 把叶文杰 拿过来放进 他们的这个西方 当下的这套 流行叙事里面以后 产生了整个的故事上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为了推进叙事 他就必须要缩小格局 缩小格局的 他缩小格局的目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为了掩盖 那个叙事的纰漏 人物的扁平化 就不停的扁平化 因为如果他们 要想真正的做一个 就是所谓的 就是全球视野 或者更高视野的 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因为三体这个故事 有个很核心的 就是你个体的命运 我们的当 就我们的现在和 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历史 我就是此时此刻的 我和遥远的另外一个人 我们这些独立的个体 我们之间彼此的关联 他们将关系到整个人类 然后也放到一个更大的宇宙 宇宙尺度下去观看 整个这个人类的命运故事 那么如果说 他们要按照这个逻辑去改的话 那实际上是说 你可以把故事主体 发生在英国 对吧 但是呢 那你起码 那常伟斯 这个角色就不能够 就不能够被完完全全的省略掉了 对 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说 要么知道是 就是你保留了叶文杰之后 就是常伟斯和大使 你必须得保留一个 是来自中国的视角的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可能美国视角的故事 这样的话 这个故事才可能够支撑起一个 就是所谓的全球视角 从流浪地球 大家最熟了 对吧 它一直是这种 就是全球的这种视野 并不是完全以中国为中心的这种 但是 因为科幻必然是这个 就是全人类视野的 为什么呢 因为科幻讲述的是未来 未来是什么呢 未来是属于全人类的未来 就是在我们所幻想 在我们所建构的 那个未来愿景之中 是所有人的未来 那么这也是为 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 我就说 那个中国科幻 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就是说我们要在这种 全球未来愿景的叙事之中 一定要有中国科幻的身影 因为大家想一想 就是在过去 当我们在想象未来的时候 在你脑海中浮现那个影像 是很少有那个中国人的面孔的 对吧 这两年慢慢开始有所改变了 那么对于三体来说 也是这样 就是如果我们要想做这样的一种 就是真正能够影响 参与到全球的这种 未来愿景文化叙事的过程之中 不能指望这个 这个所谓的中国IP出海这件事 我觉得是不能指望的 更多的还是得回到我们 就是得是 得是中国电影人自己 自己自力更生去做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 网费版三体 证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这件事 你把 说我们有一个 有全球影响力的IP 然后把它交出去 交给一个可能 有更好制作经验 更好制作资源的西方团队 让他们来做 然后同时 幻灭了 建议拓展我们的 中国科幻IP的海外影响力 不是幻灭 我认为这条道 就是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对 还是要练内功 对吧 而且只会 这个很可能带来一个 积极的效果 就是让杨磊导演 可能把第二季腾讯版拍的 更加是吧 精彩 那个据我所知 就是那个三体 下一部剧 应该是大史传 大史传 然后可能才会是黑暗森林 因为他得过度 因为黑暗森林的制作 太复杂了 所以我觉得 不管怎么 就是按照咱们 按照中国人 自己的尊重援助的理解 大家这是一个 对大流共同的爱的情况下 然后把它按照自己的节奏 慢慢拍 这个就是有点耐心 但是对不起 这个好莱坞这一版 当然我说一句 就是说 这个王菲版的 就是从改编来讲 不算非常成功 但是有一点 大家不要把它变成一个 说尊重援助 就是对的路子 改编就是错的路子 不是这样的 是他没有改好 并不是改本身 有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把那个 对把魔改当成了所有改都不行 就一定要按照 我当时就想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再过 比如十年再重新拍三体 难道我们还要尊重援助的 原封不动再拍一遍吗 那就变成了不同的人来演同样的东西了 那肯定不对的 原来最早的时候 我期待这个王菲版的这个三体 也是期待这一点 就是什么呢 用不同的视角 用不同的这个文化的方式 去重新解构和讲述这个故事 这个很重要 其实你发现除了燕文杰 他们基本做到了 对吧 除了燕文杰这块 当然他也扁平化了 但是除了他之外 他其实就是按照他们那个 我觉得还是做的 因为交付了 因为改编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来说 就是比方说你要把一本小说 改编成影视作品 这本小说基本上都是 比方说可能在商业领域 或者在流行文化领域 取得了很大成就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小说和当下时代 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时间差 就比如说给大家这两天看的沙丘 沙丘是1965年的小说 离现在已经50多年了 然后如果你想把这样一部小说 改编成适合当下观众的电影 那么里面的价值观 各方面的角色 你都要去做巨大的取舍 所以我觉得改编的价值是什么 改编价值就是说 把一个经典故事 经典文本 用当下时代的这种流行文化和视角 重新演绎和讲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这点上 我觉得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就是他至少 他完成了他的一个作业 咱们今天讨论的所有的一切 就是说我们的感受 为什么会觉得 哪里好哪里不好的 原有是什么 跟我对比 好吧 我还最后说一句 我还有一个点 就是有没有可能 就是其实本来三体 他写的就是一个普通人 然后他是怎么一点一点的去承担起 整个拯救全人类的使命的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像就我理解美国 包括漫威 他们比较擅长写英雄 就是他们不是特别擅长 就是是不是不是特别擅长 就是从一个普通人出发去 真的就是让他 就包括他内心一点一点变化 然后真的去就是有这种变化 这个问题比较大 这个问题比较大 然后我插一句 我插一句 就是刚才他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就是在好莱坞的这个叙事法则里面 就是这个所谓的英雄之旅 英雄之旅是从大概七七年星球大战开始 然后慢慢的在好莱坞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 就是英雄之旅的叙事模式 但是呢 这套英雄之旅的叙事模式 在最近 其实严格说来 在最近十年左右 这套叙事模式已经开始失效了 然后呢 那么现在在中国呢 中国影视作品 其实也是在学习和跟随好莱坞的 这套叙事模式在往前推进嘛 就是我今天下午刚看那个 银河写手里面 还对那个旧猫咪这个节拍表什么的 提出了巨大的嘲讽 就是但是从某城来说 就是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去找到一种适合适应 当下中国观众的叙事模型 这个是现在这个 这等于说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 在讲故事这个环节上 我面临的一个巨大考验 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去努力 想去尝试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为就是所谓的好莱坞 那个那套英雄之旅模式 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有了 是星球大战之后 花了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 慢慢积累起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那么叙事策略 然后发现他基本上这个摆饰不爽 然后他就开始变成了一套流行叙事模式 但是这套流行叙事模式 就是快速的 也不是快速吧 就是在最近十年开始 反复的遭遇这个挑战和质疑 尤其是在中国市场 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漫威 漫威那套 那个就是超英雄叙事模式 在中国市场基本上已经失灵了 那么后面的人物和故事模式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今年中国电影还尝试了一次 非常有意思的尝试 就是年会不能停 年会不能停的 他们在讲故事的时候 用的是中国传统相声那边 就是三番四的 然后就是三番四斗那种叙事模式 然后这个跟传统的好莱坞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但是很明显现在中国观众也都接受了 年生三级各种误会 这是传统的 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找新东西 好吧 那这两位 小心 话筒离嘴近一点 你好 各位老师 我有两个问题 先问第一个 一个就是关于剧集里面非常细节的一个情节的上面的问题 就是叶文杰最后去把索尔叫在那幕前 然后去给他讲了那个笑话 这个笑话其实我看完之后也想了很久 我们都知道他是通过这次目前对话去推导后面出来的 看森林法则原著里面写的也相对有一个逻辑 但是这个笑话其实让我看完挺摸不着头脑的 我觉得他不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说 你不要去跟上帝去发出一个嫌外之音 就是上帝就会来打击你这么一个 就是你不要出声 出声就来揍你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我觉得他也不能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逻辑 但是如果是往往复杂的想 我其实又觉得想听那个三德老师的角度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后面说的 这个笑话你没有get到笑点 然后说我们这个笑点可能只有就是懂的人才懂的 那个意思 我在想他会不会后来就是把这个笑话又讲给什么 比如说成静什么的 然后成静去来当第二部的主角 然后他来去做这个事 很有可能 对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解吗 你们俩怎么理解这个笑话 我也没有完全 这个笑话我完全没有理解 但是我想到一个小的点 它可能也有点关联 最开始叶周泰受批判的时候就是因为爱因斯坦 这个是可能有所关联的 就是他们不承认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 不承认他这种就是科学的这种的一个 一个世界观一个理解的方法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多少有点联系 但是具体怎么理解 我觉得就是他没把这个东西说的特别的 他就故意的我觉得要留一个口 或者说这个笑话本身跟黑暗森林法则有关联吗 你觉得你们二位觉得 可能有 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直接 就肯定不是像蚂蚁在那爬那种的感觉的 因为你看他说的这个东西还是有关系的 这个上帝肯定跟三体人有关系 对吧 然后你的这个play with 一个是这个就是戏弄他 对吧 然后再一个是跟他一块去演奏 那是不是也有这种意思 我们就稍微这个就发散一点 就是不要跟着他的节奏走 对吧 这个也是don't play with god的一个意思 因为他们是演奏那个乐器 就是这个肯定是包含着某种 就是我们人类跟三体人之间怎么关系 或者怎么对抗 但是他不一定解读的那么清晰 就是他就让你感觉到 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个意思 因为黑暗森林法则在原书以 Netflix的改编原则 我认为这是这个书里面 他几乎最不需要动脑子 原封不动照着说一遍就行的 而且美国观众都能够听得懂的 这么一个 他不像前面还什么打台球那个比喻 记得吗 还有农场主那火鸡 就那些那些咱还拍了动画 那个理解起来有点复杂 但我觉得黑暗森林法则可真是好简单 就让你高中智能生命 你出个声就给你俩干了 这个我觉得所以他说了这么个笑 其实我也是没太明白 我不好意思的把这个东西 直接关联到黑暗森林法则 我补充一下 就我看到叶文杰把这个索尔教去说 这段说了这么一个笑话 其实我挺大跌眼镜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部位原文当中 叶文杰是直接把那个理论 给了几条理论嘛 生存是文明的那个第一诉求 他把这几条直接说出来了 后来才有了逻辑在冰湖上去 无限反思之后 悟出了这么一个 悟出了这个原理本身 在我的理解 这个网飞做的这个改编 完全就是把这个东西给简化了 就把这个 我一下说出来 大家都摸不着头脑的几条理论 简化成了一个笑话告诉你 在我理解当中 这个笑话说你不要play with god 我觉得这god并不是三体 这god是就是更高等的文明 或者咱也不知道是什么文明 歌者文明 也有可能是歌者 但是那个 也从逻辑上来说的话 那叶文杰是不可能在此时 就推荐出还有歌者文明的 对他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失败的 至于到底真失败到什么程度 到第二期咱们才说 咱们现在不猜更多 因为这个咱不知道 咱就承认不知道就好了 对吧 来你接着说 把你说完 还有个问题 就是这版不管是大家在讨论 在上之前还是上之后 大家在讨论说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给国际化的 给美国人 或者给其他人的东西 然后大家不要对它 就是很多对中国文化的 去改编什么的 我有时候跟大家 跟朋友聊的时候 大家说这给美国人看的 或者怎么样 我想知道的是 比如在三文老师的视角里面 就是在海外 或者说在美国 或者说在甚至其他 比如说拉美什么 巴西什么 因为Netflix是给全世界的 对 在其他国家 他们看完这个剧集之后的 普遍评价是真的 真的很喜欢吗 或者说他们真的觉得 这是一个给我的东西 他们真的达到了这个 给外国人看的这个需求 在内飞的平台上 数据现在是排名第二 对 播放量排名第二 他们的感受是 这个就其实已经就回答了 你不管它 只需要上MDB看看 对吧 或者说对吧 MDB7.6 7又涨了 又涨了 是吧 又涨了一点 但是我看他们的一些评价 什么的 他们又没有人去真的去 他们的讨论都停留在说 这个东西挺 拍的还不错 然后还有点意思 然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外星人入侵的电影剧子 剧片 然后他们也没有去讨论 刚才我们有一个讨论 你可能错过那个点了 就是我在他上映之后 我专门收集了一些反馈 我发现有个共通点是什么 如果把中国观众和全世界观众 放在一块一锅汇的话 其实一个主要区别 是在于科幻比和非科幻比的区别 而不是在于中国观众和外国观众 看过原著和没看过原著的区别 对 过爱的三体粉也不满意 但是一般的 或者说对三体只是一般的了解 也没对这个书多喜欢 或者就那种的 就理论上来讲 他完美的达到了 Netflix的传播需求 和他的价值 所以我说 Netflix和HBO是有本质的差别的 其实对吧 就说白了 可能他本身就不是一个精品的策略 你是抱着一个 就是吃米其林大餐的期望 然后Netflix给你端了一个 特别好的预制菜上来 或者说精致颅煮 其实我的期望是 我并不排除的改变 我其实甚至很期望 就包括我看三体援助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一个缺失的感觉 就是这个事件确实是 给全世界的一个事件 不止中国人在解决这个问题 我其实特别希望看到Netflix的改变是 真的英国人和美国人 有一托人 他们也在想这个事 面对这个三体危机 他们是怎么去应对这个事 所以他们拍不出流浪地球 然后你就别用我们这些 科幻的这些点子 你也别去那我家花了钱了 这是商业行为 而且你仔细一想 就是那个2DB是有这个问题的 2DB在拍全游的时候 那个前流级都很好 然后到第七级就 就是脱离了那个 没有马丁的援助了以后 就刮击往下掉 然后就是有一个 我就转述一个网上的评论 就是2DB在网上的某些角落里面 享有那个 享有那个西恩 就是那个 拜拉辛 乔弗里 乔弗里拜拉辛的 一样的名声的你知道吗 那个是这样 我就是这个 这是他第一次 就是咱们三体的这个 就是去拍 然后他还可能有 就是电视板 就是海外的 好莱坞的电视板 看看其他人怎么用 但你知道 就是其实在这个历史上 这个科幻的这种经典 被糟蹋的已经很多很多 但是总体的来讲 这个这次的三体的 海外的这次作品 对整个三体IP 其实是就是 还是有促进的力 我没有觉得到 肯定是加分的 我没有觉得到 ZOTA的地步 我没有觉得 我给你说一个 这个巨大的ZOTA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的 国外有一个著名的科幻作家 叫Farmer 他写过一个特别经典的 叫大和世界 对 这个是在科幻史上的经典的 也拿过这个余果奖的 大和世界的 然后那个拍了一个剧 他实际上就好像两集 还是三集 极烂 而且烂都不说了 他把一个科幻剧的 所有的科幻点 全都去掉 他这个Farmer的大和世界 其实特别有意思 就是整个这个人的世界 就在一条船上 就在这个河上 他们永远都在这个 这个河上去走 但是他其实里头 是有一些科幻的东西的 你知道吗 他不是奇幻的 然后他们就生生给这个 拍成了一个现实的故事 科幻东西一点都没有 就是一帮人穿的奇奇怪怪的 在内上的 连奇幻我觉得都算不上 那个剧是我非常非常勉强的 我为了我为了了解一下 他这剧怎么去拍的 这个剧特别难找 下载极其难找 然后我找了好长好长时间 这哪一年的事 是最近的事 不是不是 大概八几年拍的 对 所以你就知道 把话筒给来到旁边 给你打个气 小心那个线 把线捋一下 给你打个气 就是咱们沙丘 对吧 八四版 就是佐多罗夫斯基没排成 然后八四版 纳维林奇拍了一本 然后后面还拍了剧 然后过了这么多年 然后咱们终于等来了 维伦宇瓦导演 拍了一个沙丘 一和二 对吧 所以就是对于三体来说 这个小说已经写成了 他就放在这了 然后目前 对我们把它交给时间 而且我认为这次的 网配版三体聚集 其实对于原著来说 是有好处的 就是他能够让他增加 更大的知名度 刚才我们还说 说希望能够 大刘借多少 大刘借着机会 大刘能再多买点书 这些书 这个就是 只要随着时间推移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科幻迷 开始看过原著以后 如果将来有机会 比如说不管做电影 还是做剧集也好 他可能就会有机会 能够做得更好 对吧 那个沙丘的那个聚集版 也是塞发台的 他就是一个 特别粉丝像的一个 结果你看到现在的 结果就是 没什么人看过 对 就特别的少 特别不知名 其实还是一眉眼 我刚刚说的 还是一眉眼的 一眉眼的 那个雷托二世 13岁的时候 就开始给 沙丘画分镜头了 你想想 他就自己想过 自己当导演 您来的 就这个也属于真爱 才能把试课的 对啊 其实对于 网飞版的三体 包括和去年的 腾讯版的三体 我们作为 就可能我自己也是 阅读三体书记 比较早 在06年 当然就完成了阅读 那个时候 当时有一个感受 就是 第一次我觉得 我们就是 就叫中国人也好 或者叫这个 汉民族 终于在一个 全世界尺度上的事儿上 有话语权了 但是很可贵的是 我觉得大刘 没有把它写成 一个中国人的小说 因为它就像你说 它涉及到了 整个世界 United 对吧 大家联合起来 去应对一个 外星的威胁和文明 其实我是希望 本身是在三体的 因为腾讯那个 是体量有关 它还没有涉及到 后面的部分 我是希望 本身特别希望 是想看到 奈飞的这种 既然它是国际制作 那希望能在这一部剧里 看到 如何将我们的这种 对于大格局 和大应对动物 去理解 但这一点是我所谓 就是我想说 有和没有 这个就属于是没有的 因为作为一个书粉来讲 有些东西 原本小说里 有心的没有了 那好像是个 不可饶恕的罪 对吧 但是听了今天 三外老师提到 它的制作规格 它的本身的项目的规划 和它整个资金的盘步 和制作的紧张 那很显然 它没有是必然结果 对 而另外一个 我觉得有重要的是有 就是这个东西 它推到了奈飞上 Netflix 它是全世界去发布 就是这么说 就是我非常不喜欢 张北 印度版的张北海 对吧 因为我觉得张北海 是我觉得在原著小孩中 很可能是大留自己内心的 另外某一个侧影的投射 和丁怡 我觉得是一文一武的投射 那把这个改成一个 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不喜欢 但是至少张北海这个角色 出现在了一个 以这个三体为载体的小说上 可能有更多的读者 未来会去看三体小说 他想到 原来刘思新作者 原来他提供了 那么更大的一个舞台 我觉得这个是 叫怎么说 就是有 这是我喜欢的部分 没有的部分 可能我的思新的另外一层面 我觉得 它最让我可无奈的是 就是本身我们的角色中 这三体中的这些人物中 不管是汪淼 还是罗吉 还是后面的成亲 云天明这些角色 中国的这些人物的角色上 有一种东西 就是美国这个角色 他可能干一件大的事情 他需要很多积累 他需要前面要这 前面要那 前面要那个 然后不得了 可是其实很多时候 在我们中国人的 我们有一种东西 叫做 虽千万人 其实我们是有这样的角色的 这是我们文化中的特点 包括逻辑 我觉得 他一开始有点逍遥 有点那种乱七八 但实际上 他在做决定的一瞬间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 就是你说的信念感 或者叫使命感 外国人可能需要建立 或者他们也有一个 他们那个信念建立的逻辑 或者说你是我的朋友 我得为了你 可是革中国人来讲 就为什么这个角色 像关雅迪老师说的 他原本是分散在各个小说里的 他集中在一块儿 然后为了笑领 他把他回锅会了 但实际上在原本的小说中 三部曲 一百多年 或者更长的尺度中 包括他写到的 之前那些名人们 其实在我当时看小说 我觉得这些人物 都是承担了 人类命运中的个体 这种宏大感 我也非常同理 张小北老师说 张北海老师 张北海 可以 小北老师说 就是大刘的作品中 最妙的就是 一个微妙的个体 一个小的个体 他居然可以关乎 所有的宏观的东西 这个也是 当时我们意图 想看 乡村教师改编的时候 而且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就是咱们中国人 就是在看一个事的时候 我发现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就是中国人在看一个事的时候 他有一个 就是普遍性的 就有一个 就是叫做历史眼光 就是比方说 咱们在夸一个人 或者在骂一个人 最顶级到头的时候 是说这事要 你是要进史书的 要遗臭万年的是吧 或者流芳百事 所以在我看来 是这个小说 这个改编 最可加的是在于 有了从零到一 那很重大 但是也可悲的就是 我可能最心心念念的 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他非常巧妙的 或者他非常聪明的 把它舍弃掉了 因为你想 如果在这个剧里头 这个张北海 是一个中国军人的形象 他承担了人类的 一个火种的这样的价值 包括后来 执箭杖是 执箭者是一个中国人 那可能对于 网飞本身背后的资本 和他的所有的运营国际来讲 恐怕也不能通过 这可能有他们的一套文化叙事 但是总归这个火种是通过Netflix 对 遍布了整个心态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从这次 网飞版的这个三体的创作里面 就是我们能看到一个 就是一个遗憾吧 就是在这种主流的国际化叙事里面 他们还是在人为的制造 这种东西方的割裂 因为就是如果说 我们真正的 如果能够用国际化的视角 来讲这个故事 就刚才我说的 就跟或者刚才这个朋友讲的样子 英国人 美国人 中国人 然后团结起来 然后用不同的视角 然后再应对一个共同的危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未来是所有人的未来 不是中国人的未来 也不光是美国人的未来 它是所有人类的未来 在这个危机过程中 就比方说像古证行动 古证行动在原著里面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场景 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 美国人 英国人 在一块 在搞一个活动 当时在那个 我记得在原著里面 就是古证行动里面 就是美方的指挥官还聊呢 说当年我还去过 我上次来巴拿马的时候 还是什么那次 什么什么行动的时候 对吧 但没关系 就是在刘思英老师的援助里面 其实是努力的 在提供了一个国际化视角 在讲这个故事 但是当网飞接受了这个故事 他们在讲的时候 他们是在人为的 在割裂东西方的 这样的一个预境 我觉得就很可惜 所以这几年的这个里头 可能那个超感八人组 稍微有一点这个意思 就是国际性动 也在打破了一个 那是因为创作者 他们两个 民族和对 这个国家的东西 对 所以你看他拍的电影版 云图也是这样的思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 那个为了全人类 多少有一点 就是算 为了全人类呢 他是那个 有个苹果美剧 叫为了全人类 豁然历史类的 对 他特别巧妙的避开了中国 对 那个他没法写 所以在最后说 比如说这个故事中 咱们现在看 今天这个三体 就是这个事件的起始端 是一个中国人 是叶文杰 对吧 那么按照咱们小说 原来的这个终结 是一个成心 也是一个中国角色 其实当时改变的是 像雅迪老说 可以改姓改姿 但最后他成心这个角色 他还是保持的是一个 华人女性 对吧 那么还好 就是我当时想 他会不会也会变成一个 就是外国人 当然这个是很很微妙的东西 因为毕竟他是华人 所以他看起来 形式历史 缩画的方式都不像中国人 但是好像还是留了一个 就是华人的这样的面孔 对 那这可能就是这个作品 就是推上是 他要是全都胡改完了 那咱就不认他就得了 如果有一点 那我也至少实现了一点 就是终于一个事业性的事件 还是有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话语权 或者说一种分量感在里头 这就是有并没有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意义 就在于说 因为我们不是创作者 我们不能阅足带庞 我们其实只是说 我们会如何看待他 我们其实也无法去 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 就是告诉人家 你该2db该怎么弄 那是2db对吧 让人家自己的创作 但是他有他的局限 我们就要指出来 但是我所以说 就是让他们去拍吧 我们只有是把自己的东西拍好了 那小岛秀夫就说 出门左转腾讯版对吧 真的 那以后拍成大电影了 出门右转郭帆版 我就举这个例子 对吧 你就咱就一直拍大使传 赶紧拍杨磊是吧 这赶紧拍 拍完了之后 谁好谁坏 我在看流浪地球2 的确是看了境外的这些 英文的普通观众的评论 MTV去看 他说好莱坞已经不拍这种故事了 好莱坞没这脑子 那人家拍的挺好的呀 我觉得有些观众 他就是很朴素的 就是全人类共同去解决一个危机 当然那个危机本身很扯淡 把地球运走了 对吧 科幻嘛 但是大流一直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慢慢 就这次我就觉得 他就是像是给三体原著 做的一个大广告 我也觉得跳出 像小北说交给时间 跳出来10年20年 回头去看 让更多的人知道原著 我们原来创作者 就是尊重创作者 源头是这样的想法 你拍的真的是一个 所有的都扁平化 所有的都简单化 所有的物理都拿掉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商业味道很浓 生活大爆炸 加六人行 对吧 这样的三体 大家以后这一版会交给历史评判的 但是我们一定能等到 叫做三体part one 给到后面 慢一点 小姐这个线撑开 够长 可以的 各位老师好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科幻迷 但是我是一个三体 这个IP的忠实分子 就是当 你属于是看了小说的 我是看了小说的 而且很早就看了 应该是他获了余果奖 就是后的15年 我就把三本全买了 短时间全看完 然后后期的很多改编 我就关注了的 其实 我是很满意腾讯版的改编的 因为腾讯版 其实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是他把第一部里汪淼 其实本来在原处里算一个工具人的身份 他只是把这个世界观给大家铺开 但是呢 在腾讯里呢 他加了他的很多家庭方面的线 就把这个人物更丰满了一点 这个我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呢 就是网飞这版的 其实说实话 一开始我看前两集吧 我也感觉有点懵 但是呢 当你跳出一个书粉 一个IP粉的心态 你就 我会就用一个很平和的心态 去看的这个 这个改编了 甚至我觉得 他只要把很多逻辑私下就可以了 因为 其实当一个文学IP 他影视化 他的很多评判的话语权 已经不在IP粉丝的手里了 是 就是而且我 其实我的很多工作 我的工作跟影视营销有关 就是当一个作品 当一个影视剧 或者电影 他是从一个文学IP改变来的话 你的宣传口径 你就尽量避免 哪怕他很还原他的IP 你也尽量避免他还原IP 因为这样会给很多受众 感觉他的门槛很高 对 但是呢 所以说我抱着这个心态看的话 就很多 他网飞版里很多 大家很吐槽 很吐槽的剧情 比如说是 他的宇宙闪烁变成细声家演 还有是什么九号 就是虐杀一对儿童 其实这些我都是 我感觉 我就细想一下 我可以用一套自己的逻辑 把这个作品 把这个改编给说顺的 但是我比较悲观的一点 就是刚才 就是其实三位老师提到的 这个作品 网飞三体 它的一个最大意义 就是让可能更多 非科幻的粉丝和路人 更多的了解 去再去阅读三体这个原著 但是我是持一种悲观态度的 因为从我的视角来看 就是网飞三体第一部 它哪怕作为一个美剧来说 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吸引眼球 特别抓人的美剧 就比如说全游戏 我是先看的全游戏的美剧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我才是全套看完冰与火之歌 我是觉得首先要有一个 很好的改编的打底 你才能让更多全球的人 去反补它的原著IP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我觉得我挺悲观的 第二点就是我想 就是我想分享一下 我看过的另一个三体改编 就是在疫情前 就有一部三体的舞台剧 是在全国巡演的 然后它就有两部 不是一部 对对第二部我没看 第二部没演多久 疫情了就没来及看 然后第一部的那个 它的改编 我就觉得有点摸不到头脑 他说最大的改编 是他把一温斯和杨维宁 合成一个 是的 就是所以说我想问一下 各位老师 您对这一般改编怎么看 认识那个编剧 他还给我专门那个什么 因为我对第一部这个三体舞台剧 我写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评 当然就是评价不太好 所以他还专门加了我微信 后来我们因为 他也是算客观圈的这个人 他解释了很多的东西 说服你了吗 我觉得应该没说服我 但是我觉得也是 我看那版也是跟这个 往飞其实改编 有一点点相似的 就是问题不在于这个改编 这块本身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些 合适的处理 或者你整体上头 就是做好的话 就不是说飞里 这个这个 伊文斯和杨伟宁不能合 但是你合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你合完了以后会怎么样 对吧 这个是就是关键 不是说他能不能合的这个问题 他这个的他的解释可能说 他要就是减少一些问题 把这个矛盾都集中在一起 对吧 然后怎么怎么样 要把这个这个串起来 但是就是关键是 这俩人他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和一个 就是就是那种 他的角色的这种特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他没法去去统一 他可能一些事和一些情绪 他可能可以应给 就是对接的一块 所以这个的问题就跟这个 就是网飞做的这种选择都一样 就是我们不是 我们千万不要说 就粗暴的否定 说你这个就不能动 他就得是这样 他就得做这件事 这个没关系 从你这个标准来说 这一版网飞 其实他的五人组 其实是成立的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包括我说 这个标准的话 在这样改变 我就说刚才说的 逻辑是黑人没问题 他是什么人都没问题 但是他应该是个很聪明的人 他应该是我说大智若鱼 对吧 他表面上晃晃悠悠 他内心里头非常笃定的 有很多东西想法 他这人应该是一个 就是一眼看不透的一个人 就让你觉得表面上 就是一个特别很自然的人 不是那种表面没心机 我们跟他一样 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是我 对 他们告诉你说 你以后会知道的 对 真的什么都留到第二季 什么 我们跟他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看 包括就是看选角 包括看这个角色的处理 为什么我们大家现在觉得 就是说成锦和云天明 还能那什么 成锦他是一个 在这个剧里 他是个坚强的角色 坚强的女性 很有主见的 在这个三体游戏里 他是主导的 包括跟这个就是小胖 当小胖 说我不信这一套 我退出的时候 他要坚持 然后他去参加ETO的大会 他作为一个卧底 这些东西都是他具有主动性和推动性的 所以我们可以认可这个角色 虽然成锦是不是放这么前的 这些都好说 这角色是能立住的 而且是让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可亲的 赵 你这么觉得这个海报回头看一下 这个女人是成锦吗 按道理 你看不出来 理论上应该是他 但是从身段上能判 对吧 就是因为他面对着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这个海报是主海报 我觉得他不会乱搞一个虚拟的检任 就交代了吧 所以按照刚才严鹏讲的 我觉得很主动性的来说 成锦应该是 就是他演的成锦 是吧 成锦不知道什么景观 反正是比较主动 因为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可能是外国人发 成锦这个音发不出来 所以他们只能改成成锦 还有谁 咱时间差不多了 还有后面的朋友 想参与一下吗 还是你来 就我说一说 就是关于选角的问题 我的感受 我觉得好像现在 在这种政治正确的大背景下 这个选角 他的性别跟种族 是很明显的被强行的平均化和这个话 这是他们的事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问题 对 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 咱又这么看看吧 对 就是埋下的大坑 就是在于像张北海和罗吉的选角 我觉得越到后面这个坑是可能是 这个剧可能会崩的一个大的隐患 不知道 反正因为没人知道后面拍成啥样 所以说这些新咱都不操这些 真的因为没有用 对 因为你看在美剧 在美剧里面选角 真的是一个就是玄学 就是举个例子 像太空乌银 太空乌银那个男主角 对吧 因为那是当时书都出完了 然后你选角 每个人的故事你都知道了 然后你选那个男主角 只有太空乌银里面的那些演员 就男主角没活 对 包括像权力流戏也是一样 然后哈利波特像这种也是同样的问题 这个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没办法 这是他们现在好莱坞就面对 他们的目前的这个时代的 此刻的这个状况 他们就是这样 反正我的意思 我就是一看课 大洋隔壁 他们怎么弄跟我们有啥关系 对吧 反正已经卖给人家了 我们就看 我们不喜欢你不看 小美人予以看吗 我就没看 其实我们 你看了吗 我们在看 我们在看角色的时候 其实不用太在意外在的条件 而是要看这个演员本身的 这个就是魅力 和他的这个最核心的东西 对啊 你像那个年轻版的叶文杰 我觉得选角是选的 这个演员选的是不错的 就是就是那种 那种整体的气质感 就是我觉得 OK是跟那个演助手 能对的 那小红卫兵选的多牛逼 那个马上都火了 那么年会不能停里面 那哥你加班呢 你跑那拿鞭子抽人家 这个那叫唐红镜 那个角色也很成功 对啊 因为这个角色只有两场戏 只有两场戏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说我们在 绝对记住 我们在影视创作中的 一般来说就说 是三场戏立一个角色 就是也就说一个 比方说一个演员 在挑剧本的时候 先看 说有没有三场戏 如果有三场戏 OK这是一个完整角色 那导演我赶紧问一下 我最近演的这个网剧 我有五十场戏 这就算很多了 你是那个路人甲 然后这个你是属于根组演员 真的 我这二十四级 这么七级有我 而且我这五十场戏 每一场戏都是跟男一号 女一号对戏 那很重要 那很重要 就就我是他们的领导 因为给大家 给大家 不是我给大家剪个 剪的小八卦 那是重要的 如果大家都看了 红产先生我就知道 红产先生里面 那个被踹飞的同志 原来找的是他 我本来其实 后来找张文博了 其实本来让我试取 词特别多 是那个老板 就嗶嗶那个车 那个老板 我都过了 但是后来 但是他说你演 我一个去演张文博 那个被踹的 因为我比较会被踹 其实就是真的 就是从他这个角度 一个好的拍 这个一个角色 两场戏就立出 你看那个腾讯版里头 我觉得红产先生演的 特别好 没想到吧 对吧 就是其实在原著里头 他也没什么出彩的 对吧 然后他那一演 你看我觉得 他比其他那些人 都像科学家 真的 就是吃的那薯片 然后呢 哎呦这机器 然后就你感觉 就是他是 真的是在那工作的 但这次好像 是不是删的最多 就是红产先生的戏 好像把它好多戏 都删了 就26级了之后 就说那我不知道 没看 没看还没看 就跟那个疯狂的石头 是不是黄渤最出彩 我插一句 就是腾讯版的三体 是这样的 就是它不是一共30级吗 特别明显 大概到第七八级的时候 然后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 我们都能看得到 就是平台说 那个浸泡 然后观众说 不脱水 就七八级之后 这个特别明显 对对对 所以我估计 可能那边是 可能是重点的对象 对对对 好吧 然后今天时间真的 已经很长了 这个没有了吧 然后咱最后就收个位 好吧 咱们今天这个活动 希望是 我们跟大家有一个 相对而言 多角度的讨论 我们绝对不是说 小北我今天提出 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我们很遗憾的是 都2024年了 其实这个剧最大的改变 还在东西方的隔阂 它是在加深 它完全背离了原著 很珍贵的全世界 就是全人类视角 对吧 因为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今天要 我觉得我听完大家聊完 我觉得这是 不是在那些细微的末节 不是那些什么 你说的肤色 什么性转 我其实不在乎那些东西 对吧 这是对改变来说 最宝贵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还是 我是个体 你们俩去补充 你们俩的角度 我的个体就是 从制片的角度 从利益的角度 我们知道 它是Netflix的平台 它其实注定了 这个电视剧的 本身的整体品质 它天花板是看得见的 然后它面向全球 它的真正的授意 我觉得希望 是让更多的人 变成书迷 然后让跟小北说的 能在更长久的 时间河流当中 让像三体这样的巨著 继续闪闪发光 我觉得我就这么来 安慰自己了 剩下我就觉得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美剧 但是我觉得它 至少比我最近看的 最新一季的侦探 True Detective 我觉得比那个 是要通俗一统的 比那个是好看一点的 那个那都是啥 结合了当地 各种鬼怪 最后结局 怎么是个就这样 像Loss的第六季 所以我觉得 这个比那个是强 那个真的雷声大 余一点小 这个呢 这肯定是 水准之上 平均之上 但真的距离什么 权力游戏 那个就行多了 差得很远 差得很远 你们二位有什么 最后的总结 我的就是真的一大的感受 真的就是 就是科幻一定一定是要有热爱 就是创作者真的是 这是太太重要的了 然后你看我们这 上海堡垒 对吧 这个就不需要 就是所以呢 而且也可以反过来说 就是制作高 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 对吧 就是你特别精良 我我其实我承认 我认为R2DB 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编剧 对对吧 甚至是一个 就是这个剧集的creator 他们的showrunner 对showrunner 对 这个这个都是 他都是很厉害的 这个不能就是小事 他不能说 他们烂 这个这个不行 人家全由前头 6G至少是都能撑住 这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的 你不能因为一个结尾 就把它全都否定了 但是这些东西 都不能就是取代 你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热爱 理解从哪来 从热爱来 对吧 你一个外在的 你说我对这东西 完全都不懂 我也没看过几步 然后我就要去理解 这么一个特别 这种精深的 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对 小北 对对对 我基本上就是附和一下 严鹏老师的观点就完了 就是像我比较遗憾的 就是说像三体 这样的一个中国科幻IP 真的是在过去10年 和未来5年吧 咱就说乐观点 就是他可能是唯一一个 就是真正的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一个中国科幻IP 然后这一次呢 就是那个网飞版的三体呢 其实就是证明了一件事 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在猜测 但只是说现在被证明了 那就是中国科幻IP 你要想拥有真正的全球影响力 它的根源还得靠我们自己 就是你不能够指望 把这个东西交给一个 就是成熟的西方的 这样的一个工业体系 然后用他们 就是他们是不可能帮助你 这个就是中国科幻IP 去拓展真正的影响力的 他们还是那种叫做 说食服者 就是食服者不太合适 就是他们是消耗这个IP 他们不是给这个IP 就是增加能量的 那么就是 但是 就是你要想靠我们本土的这种文化生产力量 然后把本土的这种影响力拓展出去 这个真的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路 这非常万成的路 现在还我们整个的就是影视的这个 还还做不到这点 就我们一出海 其实还是确实还是挺远的 还是 因为中国的文化产品出海 它不像是那个就是白色家电 冰箱洗衣机工业产品 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全球统一化标准 就是一台电兵箱 它在中国能制冷 它在美国也能制冷 它在那个非洲 它也能制冷 但是一个中国的故事 在中国有广泛的共鸣 你拿到你跨文化之后 它就未必还能有同样的作用 我们怎么样 才能找到一种就是真正的 就是在全球语境之中 能够通行的这样的一种载体 然后把更好的中国故事 以及就是用中国人的视角去描述的 人类未来共同愿景这件事 然后向全球传播 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影视 甚至乃至于中国文化 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 更长远的一个挑战 对 当然这次的就是三体的这种 这个就是大家的讨论 我们不能掐着人脖子 让人的去理解我们的文化 对吧 这个不要做出这种姿态 你不理解我们的文化 你就傻逼 你就不行 你必须得看 也不能那个就是说 孤方自赏 闭门造车 然后就是说 说那个我们我们自产东西 吊打你这个 几亿美元的这个网飞产品 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应该用一个更加平和的心态 这是这是同一个故事 然后不同的文化语境 不同的制作环境 针对不同的目标观众生产出的 两种不同的产品 那么对于那个就是科幻米来说 我们应该感到开心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同一个中国故事 能够用东西方不同的视角 和制作体系去阐述和表达的 那么对于这个就是非科幻米来说呢 那么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啊 就是说同样的一个故事 中国人是怎么看的 外国人是怎么看的 而且呢 就是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去增加交流 而不是去那个再继续去垒高这个墙 对 就是好的作品交流 它其实是一个桥梁 而不是最垒墙的一件事情 如果说 比方说我们是一个中国观众 然后你是一个德国观众 我们都因为都 我们因为喜欢这个剧 或者不喜欢这个剧 然后借这个机会 我们可有了更多的交流 就比如说我们就像今天在场的 咱们这个交流一样 我们能够有不同的视角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 去解读同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文化产品 所以应该起到的作用 而不是说党同法义说 因为我喜欢这件事 因为你不认同我的观点 好 我们就垒墙 然后用鄙视和敌视态度去垒墙 那你这样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是相反的 这是当年大刘他创作三体 和我们去所有的文化创作者 去创作这个改变影视作品 和我们这些初衷是截然相反的 而且我觉得结合 我们看到流浪地球一和二 刚才也提到了 这是大刘文本层面上 我们就是在建立一个 全人类的一个叙事的视角 小北刚才说的 我们的历史叙事的一个文化特色 如何在出海的 其实我对出海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注 因为游戏可以出海 我们的制造业 相关的一些领域可以出海 文化的出海是最难最难的了 没有我这说一句 就是可以多说一点 其实咱们国内对于所谓的文化出海 一直是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甚至是保守的态度 为什么呢 是因为工业品 像全球 其实中国是当今世界上 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甚至都没有之一 因为我们的工业品 是可以在全球受败的 我们是深度参与了 全球化经济的这么一个体系的 但是作为一个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主动的放弃了 就是叫做 就是放弃了这个文化输出 或者说我们的最核心的东西是 可能是因为我们历史的关系 我们主动的放弃了 或者说隔绝了这个叫做文化输出 和意识形态输出 所以这一点就是 可以放到过去 我们可以管它叫韬光养晦 对吧 我们专门有个名词叫韬光养晦 但是大家很快就没有办法 再假装无视房间里的大象了 那么这个可能是未来10年 或者20年 就是无论是中国的工业化产品 以及中国的文化产品 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但是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 文化产品的生产者 就要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了 就是全球都不可能 我们自己也不可能 在无视房间里的大象 我刚才说 要说完的就是什么 这是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种 我们的文化自由的区别度 距离文化最强的娱乐产品 就是好莱坞 我们区别于他们 我们如果也做的不差的话 我们并不需要向谁证明什么 然后我们只要把文本 把作品 把电影 把电视剧 把所有甚至综艺节目 都做的足够好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就会更多的 会愿意看 愿意接受 我觉得就是说出来之前 还是练内功 就是有更多的科幻小说作品 各种各样 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比方说 像越南 中国的电视剧 在越南就买的很好 然后越南还翻拍了 《甄嬛传》 翻拍了很多西游记 这种就是属于自然然的 然后我们 也就是真输出 对 而且我们也属于那种 平和心态 就跟西游记一样 西游记在全世界都被魔改过 然后澳大利亚还拍过一本 就是女唐僧的故事 对吧 然后美国还拍过《荒原》 对吧 就是无言足言的 那玩意儿 虽然是跟西游记改 但是跟西游记一点关系没有 但是包括那个 还有包括那个 就是美生中国人 对吧 他也是跟你西游记改的 对 但是你像他们改西游记的时候 咱们对这事就 就无所谓 一个平和心态 对吧 你这是真输出 咱那婆媳剧 都是整个非洲大陆 对吧 绝大部分 这输出的蛮好 还有那个短剧 还有那个数评短剧 就是豪门院TikTok 对 那个叫向下 我一直觉得 刚才我们还是要做引领的事 我们还是要往上走 那个其实是 真的是向下输出 我们发展中国国家 是这样的 你做任何输出 都是全方位输出 你不可能只针对性一个方面 就是全方位输出 就是我好了说 这叫泥沙俱下 然后大家自己杀里淘金去 对吧 好吧 怎么这个今天 今天我觉得很荣幸 我们今天来的人虽然不多 但我们中途两个多小时 只聊走了两位 人家肯定的确有事 大家都听的 我就默认大家听的 仅仅有味 好吧 我们这期节目会尽快上线 然后大家可以帮着 在评论区 可以今天可能话没说完的 可以再继续交流 这期节目在全网 视频也好 音频也好 在小语州 这上面有二维码 大家多多关注 好吧 我们关亚迪 乌爱新疆码 我们还是那句话 热爱电影的 我们终将找到彼此 好吧 时代月碎片的话 我们就需要完整的灵魂 所以才要 烙那么长的磕 感谢小伯 谢谢延鹏老师 谢谢再多各位 对也谢谢今天 今天的各位 好